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落在如何进行网站的分析 找出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可是GA这个网站分析 它是有限的分析 它不是无限的分析 我们开了三天的课程 如果您有机会去坊间去听 它只有30分钟GA就介绍完了 等一下你今天早上也就全部都了解了 那后面两天半的时间要做什么 我们全部要打开Power BI 做视觉化分析 让你去从中了解 如何去做这些网站分析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背后 Google公司为什么要开放这个GA 它无非也是希望收集资料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些话的一个分析 还不如我们自己 自己来去创造这些网站分析 所以我会从这个网站 已经有了 也有资料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什么 来跟各位开始做学习 最后也就是做出像GA那样子的架构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否则如果我们纯粹只谈GA 30分钟 最多最多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 不需要用到三天 了解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绑一个叫做视觉化分析 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 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大数据分析 我把讲义呢 范例啊 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当然我的范例哦 会偏重于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个网站 然后他把网站的资料全部装出来 变成开放资料 然后经由这样子一个范例呢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网站分析 要分析什么 再来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姓孙在哪里得在 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各位 你可以写信 提问 跟我去做一些交流 我下面放了WeChat Line 这些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如果说你有空的时候麻烦 等一下我会请你们 要帮我点一下这个网站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流行 不流行用网站来做宣传 比较多的一些宣传的方式 甚至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有很多学弟学妹 他们居然跟我讲说 学长你就把档案放在LINE上面就好了 我没有电子邮件信箱 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蛮讶异 但是这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连电子邮件可能未来都不是我们的一个主流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请你稍微了解 未来的一个趋势在慢慢的改变中 而且很快可能一两年之后 我们就是收信的频率会越来越下降 不像五年前 哇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子 我现在好像第一件事先看LINE 有没有一些什么指示 好再来 我把那个我的一些教学影片 我全部都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说您对于今天的内容 又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你都可以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来去找到今天的课程 好那我们就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各位您可能要知道就是我把讲义跟范例放在什么地方 我有写在白板上 其实就是在我刚刚这个位置 这个https写线写线 go.gl写线 ytz大写的r 这个字要特别注意 要大写 然后小写的x 大写的t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输入一次给各位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当第一件事 因为我给你的是网址 网址你当然第一件事 你就打开打开这一个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IE都可以 好我建议各位开始的是Chrome浏览器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全部都是Google公司的一个产品 但是可能介绍那个部分只有最多三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 因为那没什么好介绍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输入网址 那您要找对哦 像我们今天上的课程是GA网站分析 我们都念我们资讯 念资讯的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直在念什么Google Analytics 或者是或者是有人就会念什么Google分析 好那当然最多人念的是GA 就是你只要跟别人讲GA 大家就知道GA是什么 GA 它就是一个网站分析的工具 GA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办例 这边有讲义 像你看明天开始我们要上大数据分析基础 在这边都有 好你不要找错了哦 如果你想要去看我其他的课程 这边甚至我还把影片的连结网址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方便你们去做学习 最好是帮我点这一个啦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做网站分析吗 当然这个网站分析唯一要看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点击率 对不对 好所以麻烦如果你有空也可以点它 点它之后就连结到我做的这个网站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我全部都集结在这个地方 好那方便你们去做一些学习 好了那我想办例的下载就是点选这个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然后办例下载点它 点它完毕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台北市政府一个网站 就是好像是公告公告它把它全部呈现出来的一个资讯 所以点这个地方点一下它就会进行档案的下载 下载之后这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这里 你点我的文件里面 我的最爱下载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 这个档案还蛮大的 因为它收入了就是从2015年吧 15 16 17 18 这四年的新闻公告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下载完毕大概有36美加左右 那就麻烦请你们先去下载个办例 首先我想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网站 它GA在做什么事 就是大概让你了解一下GA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它要分析网站 那分析网站如果你没有网站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创造出一个网站 好 所以我们先第一件事情来观看一下 GA到底是什么 你看一下其实我的讲义里面应该有写 GA 这是Google的Analytics 好 那GA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已经开发好的一个 免费线上工具 它主要功能是进行网站资料分析 请问一下 那一个网站资料 这个时候 你们需不需要我们八指给你们去写 网站资料有什么 网站资料有什么 有点击 对不对 有点击 就是别人来看我们这个网站 好 那网站里面 网站里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 是什么 人 对不对 使用者 请问一下 如果这一个人 他来一次 跟重复来五次 那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好 这就是行为 来一次就跳走 这个我们叫跳出绿 等等这些我们都会稍后跟你讲 可是如果没有人啊 没有点击啊 好 甚至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他是透过 透过什么方式进来我们的网站 好 例如说也许他是透过关键字 透过搜寻引擎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思在里面 还有他使用什么工具 例如说他是用手机 还是用配的 好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会 在一个网站资料里 那如果你没有GA 请问一下哦 你总有cookie吧 cookie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网站里面 网记网络浏览器里面不是有一个cookie吗 好 那个cookie里面就会记录很多 例如说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或者是 或者是log 你先记一下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我有这些资料 我当然就是要用视觉化分析 因为以前我们好像很多长官都只能看到表格 表格的资料 现在我们不是要看表格的资料 我们现在都是要看统计图表的这种视觉化分析 可是我觉得看到这个视觉化分析还不够 还不够 怎么讲呢 我们必须还要再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行为模式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很在意使用者 使用者到我们这个网站 然后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去看 使用者的人数有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吧 我们要看到越来越多 我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因为 因为做报表 请问一下 等一下我们讲说做直条图 大家都会做 做折线图 大家都会做 可是 我们要看到 例如说我们预期希望看到使用者的流量 应该是越来越多 对吧 我们要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明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像明天那个课程 我希望最后一定要教他们统计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检定就是一种非常肯定的事实 就是至少在符合了一些假设 然后又是有一个标准的算法 好 这样子我们在承报出去会更具有说服力 如果你没有统计验证 你只把趋势呈现出来 用统计图表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你只完成了就是一半的工作吧 好 因为有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因为这个趋势这是可以造假的 你直条图 你把那个看到的结局范围把它拉扁一点 大家好像都一条线了 好 所以这只是一个视觉化呈现的一个手法 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这边 并以视觉化分析 GA只做到这边 可是我觉得不够 请问一下趋势它不会告诉你的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是要算一点东西 然后把那个趋势做出来 然后来去做说明 可是你让别人看到趋势我觉得还不够 可以的话再加点那个统计检订 至少你要知道什么 AB test或者卡方检订 这是最基本的 大家可能学过统计可能忘记 但是我希望再拉回来 你这样讲至少可以多讲一句话 我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趋势 就是符合 例如说那个卡方检订 好 所以你就会觉得讲出来的话是比较专业 或者比较具有说服力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我要请你们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 这个网站分析 其实我有这个网站资料 那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三开 为什么开三天课程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了 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那个GA的实际的画面 它长这样子 例如说 我现在呢 先直接搜寻 透过这个搜寻引擎 直接输入G-O-G-L-E 控一个A-N-A-L-Y-P-I-C-S 接下来第一个就是Google Analytics 它的图示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要求我登录 登录 只要你有G-Mail 你就可以登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当然就输入我自己的E-Mail 还有我的密码进行登录 那登录之后呢 好 您第一个看到的那个画面 大概我们几乎都只有看那个第一个画面了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先看我的 因为这是我实验室 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 好 我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网站 现在是我的这个网站哦 您看一下哦 您看不到资料的 您看不到资料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吗 我刚刚是不是说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网路的 网站的资料 不管是点击率什么 可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首页 首页 你可以大致上看到 现在有22个使用者 工作阶段有43 跳出率是46.51 好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 你通通都要懂 通通都要懂 可是我跟你讲 这都很容易懂 所以我们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现在总共有22个使用者到过我的这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工作阶段就是指说 他可能到了这个网页 又再到另外一个网页 再到第三个第四个网页 依此类推翻 他就到很多个网页 所以这个工作阶段不等于使用者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使用者看了一页就跳走 有可能 这个跳走的情形叫做跳出率 请问跳出率越高越好吗 不好吗 所以到时候我要请你们定出一个标准出来 请问一下 如果是跳出率在60到70%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我留不住我的就是浏览者 可以吗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有了这些指标 有了这些指标 这是字式化的 这就是GA 可以了解我现在解释GA的意思吗 你看不到资料的 好 那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呢 我就希望到时候透过 就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就不一一介绍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网站 你看像我这边 我这边 我有一个 这是我 这是我 然后接下来我就创造了一个孙在阳电脑教室 等一下我要创造孙在阳电脑教室 2018 0118 这一个电脑教学网站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我们到时候就是要来翻析这个网站 比如说有多少人进来 进来到我自己的这个网页 然后去做了什么事情 举例来说 像 在这个地方 首页 首页的下面 可以去看到说 哦 这 那个 我的网页不是有很多个网页吗 然后这些网页 谁去看 谁 就是去看什么最多 但是在这个地方哦 嗯 我们可以结合电子商务 可是因为我的网站都没有以盈利为目的 也没有请别人去留言 所以那个目标那部分我可能不太能够讲很多 但是我可能就是要让你们去了解 就是这个网页 这个GA 它就是在介绍这些 例如说你看哦 一刚开始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这个网站有多少人来观看 然后接下来它跟前一周的比较 就是这一周跟前一周的比较 好 你希望会算出来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较 好 那假设你今天要提出来 请问能不能做这个月跟上个月的比较 这一季跟上一季的比较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或者是我办活动跟没办活动的比较 好 那这些它可能就跟你讲说 对不起我们没有提供这种自视化 客制化的服务 那你是不是要会自己算 好 那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我有很多很多的网页 然后这些网页的话 最多被人观看的网页是不是这一个 可以了解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总要有一个解释 例如说这么多的课程 当然没错啦 可是我当然想要先了解这个老师的背景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 好 那接下来在如果我不看讲师 不看首页 那我们只看课程上 电脑尝试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那个 什么PowerPoint的简报制作文数处理 你有没有发现相对在课程里面 还是就是电脑尝试比较多人会喜欢去看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做的这个网页 给服务的那个 呃 这些使用者喜欢看哪些的内容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加强那一块 好 这就是一个行为分析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活跃使用者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什么叫活跃使用者 好 就是他经常 经常来 他不是来一次哦 他已经来好多次了 这就叫活跃的使用者 那如果只来一次这样就 还有再来 您看一下哦 您看一下这张图的意思就是 灰色灰色就是没有 那浅蓝色就代表一点点 越来越多是不是深蓝色 所以你是不是看到大概是这一段 一天24小时 大概以这个8点到12点 这边是比较多人来观看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这些我想全部都是网站分析啦 好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期待第二天 你打开来也可以看到有这些东西 第三天 这些东西会更多 例如说性别 例如说你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桌机跟行动装置 桌机是不是还是比较多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人都有手机 如果你做的那个内容 它可能偏重是在用手机来观看 你是不是应该就要考虑到把一些字 稍微放大一点 好 因为我的内容是以电脑教学为主 你看几乎都是以本机 就是桌机上面来观看为主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了 这就是GA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网站 可以吗 你要了解如何埋GA码 放进去 没有 你不了解中间那一段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这些画面 可以喔 所以我不希望你用自己公家机关 那个网站 至少你现在先自己手工 花一个小时做完网站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 教你创造一个网站 而且要用一个小时内就创作完毕 好 那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GA大概介绍到这边 我先登出 等一下要请你们做的 不是登入GA 而是登入到Google 登入Google 所以我先把这些画面 我整个都先关掉 好 这些我就先关掉咯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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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POWBI我也先关掉好了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到Google 到Google之后呢 麻烦请先登入 登入 然后接下来 登入Google之后 第一件事情 这边点一下 请切换到云端硬碟 因为我们是透过那个Google的文件来制作网站 好 到了这个云端硬碟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每一个人都有15G 15G的空间可以使用 够你用很久很久 那因为我的手机是用Apple公司 所以它绑的不是Google云端硬碟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几乎全部都是一页教学的文件放在这里 那也够可以让我放很多很多年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建议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就是 我纯粹放网站的资料 所以建议各位 先在我的云端硬碟 新增 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 例如说 我啦 我是要做教学的网站 你自己去思考 你要做什么网站喔 好 然后 例如说 我就叫做 然后 然后加个日期好了 2018 2018 好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新增哪一种文件是做网站呢 答案叫做Google协作平台 这是翻译上面的问题喔 你就 你就 因为协作平台 他认为说一个网站是要大家一起群测群力 来完成的 好 可是我觉得翻成那个Google网页制作可能会更好 好 点选它 然后接下来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喔 这个地方您的页面标题 当然就是 看你是要做什么 像 例如说我是电脑教学嘛 电脑教学 好 好 电脑教室好了 电脑教室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以后 以后这个网站就叫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 可是 现在是不是没有命名 没有命 对吧 好 网页的东西通通没有存档这件事 当你离开之前 他会自动帮你存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关掉了喔 我现在我就把这个地方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自动都更新了 好 我就关掉 关掉之后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电脑 叫做我刚没有存档 记住喔 在未来 你可能使用云端资料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不用再存档了 反走过一定留下痕迹 好 快速点亮一下 你看刚刚做的内容 是不是都在这里 好 电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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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就麻烦请你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第一张网页 一个网站的首页 你做完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先登入 先到Google嘛 然后先登入 然后透过那个云端硬碟 先去架一个新的网站 接下来我们先来观看一下喔 这个内容呢 我可能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这个是首页嘛 首页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 举例来说 在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 我要不要去新增一个标志 因为 例如说你总要把自己的单位 那个logo啊 放上去 或者是你这边可以新增标志 就是在这个文字的前面 多了一个图示 好 新增标志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随便去选一个图案 至少总比没有好 例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重新上传 好所以点选上传 例如说我的图片 范例图片里面 我就选一个 例如说契儿 好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图片喔 上传之后放在这边 小小的 当做是那个 企业识别的一个形象 可以了解 就是你们单位 是不是也有logo 的意思 好 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觉得还蛮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 你自己要是有兴趣 你再去学 自己也不用学啦 就直接到网站 直接善于运用网站的APP 你就直接找logo 制作 然后online 或者是线上 然后免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可能三分钟就做完一个logo了 好 总比没有好 总比没有好 再来就是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你可能也可以透过这边变更 变更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选取 因为刚交过上传了嘛 上传就是本机的图片 上传上去 好 那 当然总还要选取图片咯 请问 选取图片 这个选取图片 是选本机端还是网路的 网路的 全部都是网路的 而且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喔 你 您的相簿 请问您的相簿 绝对不是我的文件里面的图片喔 是您透过 例如说 假设你用那个 Android系统的手机 不是里面有相机吗 然后拍了一些相片 然后是不是可以同步传到 那个google公司的云端硬碟 那边您的相簿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网路的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搜寻 通通都可以 那这边呢 他预设了几个 比较适合的 你搜寻要搜寻 对喔 像例如说我们这是横幅的底图 横幅的底图 所以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 我例如说我用 这一个好了 然后点选选 选取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放上去了 我建议各位喔 它正在调整清晰度 你 你这个地方稍微等一下下 它就会变成就是比较漂亮的颜色 放上去 而且它会自动侦测喔 如果你现在选择的是暗的图案 这个字就会变白色 好 那很抱歉 它没有过多的选项 例如说 老师我想要换成藏绿色 没有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现在的线上工具 它希望你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 网路的 网页的 色彩只有 216种 所以它就 大概只能你选 要不是黑色 全部都黑色 要不全部都是白色 好 那 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就已经不错了 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全部恢复到 通通都没有的重色 至少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我想这两个 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板极端 它叫上传 板极端图片 它叫上传 然后自己 自己从网路上去找的 它叫变更图片 它直接就叫选取 选取图片 好 那我还要再继续讲 就是 除了这个 你直接字是看到 应该就会懂的 这是一块 叫做横幅 横幅完毕之后呢 你可以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好 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一段很感性的话 例如说 那个 就是 努力 再努力 之类的 什么 或者是 欢迎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来到 那个 孙老师 电脑 教室 就是 随便 随便你要 看你要打什么字 或者是 期待 期待 您的 例如说 回应 好了 随便你打 反正 反正就是 你可以加这个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 你会发现这一块 那 你也不用刻意的去点别的 例如说 我这边 我去点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例如说 我刚刚 那个 我的相簿里面 或者是 Google 云端硬碟 好 例如说 我去插入一个 这一个好了 插入 插入一个 这个好了 这个图片 选到它之后呢 然后 选取 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插入图片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坎路 先跳过 上传 上传就是 把你自己的 例如说 随身碟里面图片 上传上去 通通都可以 好 那 你可能会插入影片 在下面 这边还有更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什么插入日历 因为等一下 我在别页再做 至少 至少我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 这边放图片 这边 假设我也想要放文字 例如说 可能最新消息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搬过去 对不起 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按住 是这边哦 这边 上面有一个 很多个点的 这个按住 然后搬 搬过来 放开 它就放来这边了 那你刚刚最新消息 可能会放 例如说 那个 1月 1月 18日 好 Aaa 然后 1月 17日 bbb 以此类推 这样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 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 这就是我的首页 就请你们稍微认识一下 把它做好 稍微做漂亮一点 第一页 第一页 第一页我们才花这些时间来做 因为第一页是最多 我们刚刚看到 你刚刚也看到 最多人来看的网页就是首页 因为我们 我的 那个 QR GA 我是买在首页的 所以请你们花多一点时间来 把首页做漂亮一点 我们接下来 你会有第一页 就会有第二页 就会有第三页 怎么样 可以有很多页呢 好 在这边 有一个页面控管 页面控管 它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 页面 页面 我们就只有一个首页 这个首页就叫电脑教室 那你不用再去什么 新增 不用去刚刚那个资料夹去新增 你在这边 不要把网页想成是档案就对了 你就想成是 它就是直接在建一个网站 因为它的英文叫做Site Site就是网站 网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网页 好 所以刚刚你已经建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首页叫做电脑教室 好 对不起 我们还是稍微改一下 要一字 因为到时候连那个网站的宣传我都要教完 好 发布还不要做 首先在页面这边 页面 首页底下我要去做复制还是建立子网页 因为你应该知道那个网页的一个简单的架构 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好了 台北市政府 好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这边 这是我的首页 首页底下它就有机关网站 就是它的职网页 它就有机关网站 公告资讯 市府介绍 市政资讯 搭线台湾 主题服务 可以了解 好 那当然了 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建立这个职网页 例如说我的职网页就是我主要就是电脑教室 所以我的职网页例如说有什么的教学 举例来说那个电脑 电脑知识 好完成 你就会发现在首页的下面 它多增加了一个网页叫电脑知识 OK 有发现吗 打上去了 这个横幅不用你在手工夹工 直接把你打上去 而且呢 而且有没有觉得说 跟这一个首页 跟刚刚的首页 好像 左上角这边什么全部都有了 甚至更棒的 更棒的 等一下它在这个地方 它会帮我们直接做完超连结 就是做这个 直接做完这一条 好 连结列 全部帮我们做 好我们继续做 就是 假设在我的电脑 就是 孙老师 电脑教师 底下我会有 职网页 电脑知识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 建立职网页 假设我还有什么 大数据分析 好 我还会有一些办公室应用 我还会有一些办公室应用 建立职网页 因为这边网络速度好像有点慢 否则早就建立好了 好来 例如说 大家说 我没有在批评哦 对不起 我刚刚怎么讲出内心的话了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网站 网络的要求 我听说了 我们只有10枚 大家现在 在抢这个10枚 而且好像 只有一小部分 是给我们在使用 因为整个工训处都在用这个网络 好了 接下来 页面 页面底下 我再增加一个 叫办公室应用 好了 完成 好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 就是 首页底下 是不是有三个职网页 请问一下 那办公室应用底下 我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比如说Word 以下 这边是不是有建立职网页 你就自己去建立咯 好 这边预设可以让你建立四阶 其实我觉得也够了啦 因为 这个毕竟是免费制作 你就不用再去学什么 Dreamweaver之类的 好 我现在要点回去首页咯 点回去首页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首页这边 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再 再去打超连结 请问可不可以建立超连结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可不可以 在这边打几个字 电脑知识 控一格 大数据分析 然后把电脑知识 再建立超连结 连到这边 可以 好 我只是 我等一下 我们再去看 请你们至少先建立两阶 好不好 这样就已经有两阶了 就是 例如说这个地方 第二阶 第二阶有一个电脑知识 有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办公室应用 第二阶有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办公室应用 第二阶有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办公室应用 底下我们又可以在什么 建立直网页 例如说我就建立一个word文书处理 建立一个excel试算表 好 就是当我建立完了word文书处理 跟excel试算表第三阶的网页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要先来跟你分享一下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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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应该都做差不多了 那当然我还可以再做更精致一点 或更丰富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谈八部 好 来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八部 就是说把这个网站真的放到 放到什么一个网页上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发布 发布在这个地方 您必须要稍微知道一下 大家前面全部都长一模一样 好 大家前面都长一模一样 都是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sites.google.com 斜线view 只有后面这边你自己取 例如说我叫做kensun 例如说三 因为我已经发布过一个网站 叫做kensun 又发布第二个 现在我再发布第三个 可以吗 那他会告诉你说这个网站已经有人使用过了 那我就再继续增加 例如说四 直到没有这个提示为止 他这边会打勾 代表说我可以直接把刚刚做的这些内容呢 发布变成一个网站 这就是网址 你一定要取得这个网址 好 一定要取得这个网址 我就直接点选发布 可以吗 好 那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在发布之前 你可以先去做一个预览 预览 例如说 点选这个预览 他这边有桌机板 这是桌机 这个是平板 就是配的 配的 这个是手机 我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手机 手机的那个画面 手机的画面 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看到三条横线 三条横线就代表说有更多的选项 就是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全部把所有的内容都呈现 而且他会变成 好像就是 本来是可以左右排的 现在只能变成上下排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这边 变成有这个网下的箭头 办公室应用这边 是不是可以直接点它 就切换到我的文书处理 好 然后点这个地方来去做切换 然后 例如说切换到大数据分析 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操作 这是手机 而且到时候你这个 你打开你这个手机 不管是Sanfury或者是那个Android系统的那个浏览器 都可以看到 就是打我刚刚说输入的那个网址 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好 当然你也可以看看电脑 电脑的一个形式 因为您刚刚是在电脑桌机的形式下去设计 最不会有问题 可是您必须要稍微看一下这个手机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点什么 发布 发布这边记得要取一个 你就是我是个人比较倾向建议你稍微记得住的 KEN是我的英文名字 SUN是我的姓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我是这样子来去编的 好 点选发布 这样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网站的内容就发布出去了 好 所以一个网站 大概到这边 就算创作完成了 就还没有跟GA连线 对吧 好 所以只是我们做好了一个网站 可以吗 请你们 这边是发布 这边是发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浏览已经发布的网站 就跟刚刚所看到的是一样 就跟刚刚预览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https 冒号 斜线斜线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 到这边 有看到 KENSUN4 这边先不要管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了 就是 这是变成 真实的 真实的一个网站的发布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因为 这是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一个网站 我们才能教你怎么埋进去那个GA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各位 首先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网址了 这个网址跟我们的GA码 必须就是产生关联 好 怎么产生关联 我们先把刚刚那个网址先复制贴上 也就是说 发布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发布设定 发布设定 麻烦请先复制 复制 好 我们不用前往了 因为刚刚已经看到这个网址 你的跟我的是不是都 都 就是前面一样 但后面是不一样的 好 再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先回到那个首页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你不要到时候埋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好 应该叫埋到首页 首页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多 这我想应该不用介绍了 预览建立超连结 会不会建立超连结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增加编辑的 就是说我可以加入别的Gmail账号 一起来协同作业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 点点点 第一个就叫网站分析 它其实应该再多加GA GA网站分析 点它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我要贴那个追踪ID 就是埋那个GA码的地方 好 现在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点取消 然后麻烦新增加一个网页 开一个新的网页 直接 直接我们到 GOGLE 控义格 然后 MLYTICS 点它 刚刚我是不是已经登入了什么云端硬碟 对不对 可是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可能它会要求你第一次登入的时候还要再登入一次 好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再登入 再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样创造出来 创造出来这个GA码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左边 下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管理员 管理员 管理员里面 管理员 你 一样是透过刚刚的账号密码登入进去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管理员 管理员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其实就是电子邮件前面 那个部分 它可以管理它旗下 它旗下 所有 所有曾经建立的 那个网站 例如说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好 变成 变成 我可以去管这一个 也可以去管它 所以切换到 你可能只有一个账户了 好 所以你这边是不用改的 可是如果当你有两三个网站 你要切换到指定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账号底下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 我曾经做过的网站 第二个做过网站 对不对 可是你刚刚做的网站 不会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新建资源 它说 它说 一个账户 最多最多 你就可以管 25个网站的 网站分析 好 那这一个网站里面 又可以再去建立资源 例如说 设定目标 就算资源 好 不过 你大概只要记住 第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一个账户 一个Gmail 它可以用 25个网站 的网站分析 那接下来 我这边 我是不是要新建资源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 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变成我这边 我要新建资源 可以吗 然后 这边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那个网站 是不是复制起来 就是为了贴在这边 我的网站 贴上 它到时候呢 它呈现一定是呈现 孙老师电脑教室 它不是呈现这个 这个 为什么 它就直接抓首页 那个首页的 横幅标签 好 然后再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 就是 那个 那个追踪ID 对不对 GA 它那边叫什么 追踪ID吧 对吧 我要告诉各位 说明在换版本的时候 它又换了 可是它 刚刚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地方 点点点网站分析 这边 它是不是追踪ID 就是GA分析的 那个追踪ID 可是哦 之前版本 不叫这个名称 反正哦 我不教你这一段 你可能还不会 把它直接联想起来 好 不过 现在呢 这边 我是不是 这个资源 资源 就是我增加了一个资源 你们懂什么叫资源吗 就是 这个账户 它要分析哪些网站 这个网站就叫资源 这边的定义 好 接下来我就选 取得追踪ID 就是 这个网站一定要贴给它 对不起 网址好像我贴错地方了 应该是贴到这个地方 选到HTTPS 然后贴上 我的网站叫做 孙老师 孙老师 电脑 教室 这个名称很重要哦 然后接下来 他说 他说 这个网站哦 这个账户 这个叫账户嘛 他的资源 已经有两个了 上限为50个 好了 接下来我就取得追踪ID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堆的 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一堆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网站的管理者 你首页 首页是不是有分 有分什么 两个大区域嘛 一个是 HTML里面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HID区 一个是Body区 请把这一堆程式码贴到HID区 就好了 这就是myGA码的方法 那到底我们的追踪ID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就是我要复制它了 我要复制它 放回去这边网站分析里面 直接贴上 然后储存 OK 网站分析已经设定成功了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最后一件事就是把 GA GA是网站分析 跟什么 跟我们这个电脑教室 放在一起 它是透过myGA码的方式 这样会埋进去 那请问你 我是不是只能分析Google 云端硬碟的网站 不止 所有 所有 你要是真实 透过例如说Gunwaver 网站制作的软体 你是不是可能会制作出来 首页底下好多好多页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码 有看到吗 直接埋到 直接埋到 hide去 就好了 整段程式码 你看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个 有啊 因为你的网站 一定可以接受 就是 JavaScript的语法 这是JavaScript的语法 所以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做完这件事之后 你再到GA这个地方 今天没办法看到 它都是以今晚12点当作是截止 它是以天来做计算的 所以你要明天你就会看到了 你这个网站有多少人 是例如说 Active User 或者是跳述率多少 明天就会看到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我刚刚做的地方 再跟你讲一次 就是 我先到这里面先把 这个 发布设定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网址 我先把它整个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我就直接 打开 开一个新的视窗 进入到 GA 在管理员这里 管理员 资源 资源 你一定要点选这个 新建资源 新建资源 你看这边 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孙老师电脑教室 他的 埋的那个GA 他就会 这个是固定的啦 这是我 我固定的哦 好 逮取4 逮取5 逮取6 最多就是逮取25 但是 但是他刚这边不是写吗 我可以 埋 例如说 呃 一个网站 我又可以再埋 例如说 几个 举例来说 我可以埋在 不要都是首页嘛 我可能要分析 第三页 或第二阶的第三页 或者是第三阶的第二页 都可以分别去埋 埋这些GA嘛 来去做特殊的设定 你可能 你可能设定完 这叫资源 他不叫账户 一个账户最多可以管 25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呢 好像又可以再去区分 你可以埋不同的那个 GAID进去到这个网页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动手先去埋这个GA嘛 进去 好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网站登录 网站登录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今天我已经做完一个网站 可是如果你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搜寻不到 你在雅虎搜寻引擎也搜寻不到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当然会 你又没有登录到他的网站 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搜寻到你的网址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样把自己的网站 登录到 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 那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做法 假设我们就到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然后我就去输入 输入什么 网站登录 所以您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就网站登录 你看哦 网站必备 将网站登录到Google 雅虎 并一样 就是翻嘱腾 至少 至少 反正这家公司已经被人收病了嘛 这是微软公司的 这个翻嘱腾 目前还存活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主要还是以Google为主 所以 你至少要把自己的网站登录到Google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点它 它就说 其实 假设我们今天呢 想要去做这件事 开启这个浏览器 进入Google的登录页 好 所以我就点它 那 它要求你哦 一定要是Google公司的会员 这我想应该蛮合理的 所以我这边 我就先登录 登录了以后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网址贴给它 所以就直接贴上 好 如果记不住的话 打开刚刚的云端硬碟 我最近做的 是不是在这边 这是最近 最近使用过的档案 好 快速点亮一下 打开 打开之后 到这个八部 八部这边 八部设定 然后把这个网址 复制起来 然后 直接贴上去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址 应该都贴好了嘛 然后进行机器人身份验证 什么 送出要求 好 送出要求 它说 这个Google公司 它已经收到我的要求了 好 我们会 就是Google公司会尽数处理 让这个网站 例如说 假设我日后 日后我输入 我在Google搜寻引擎 对不对 这边 我就去输入 孙在阳 不是 孙老师 电脑教室 它是可以找到的 这样知道我现在做的意思 那我就把 例如说 之前我曾经做过的 我打在这边 例如说 我在搜寻引擎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输入 孙在阳 电脑教室 这是我之前做的 两三个月之前我才做的 好 直接Enter 然后接下来 你看在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打那么详细完整的名字 它当然可以帮我摆在第一位 好 点它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进入到我的那个电脑教学网站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 之前 例如说十年前 这是要钱的 现在不用钱了 好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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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下 大概 大概 一个小时后 就可以找得到了 在雅虎里面 进行网站登录 大概要一个月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人事说编 他一样不用钱了 但是 他就要等一个月 可是真的 就是会通 就是 刚刚我不是介绍吗 这边 这个网站 有这边是Google的登录吗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雅虎的登录 对不对 你就自己去按照我刚刚教你类似的方法去做完 但是 Google大概等一个小时 那雅虎可能要等到30天 差很多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都会成功 不然你要是没有登录 你将来不可能让别人背这个网址吗 你还记得住吗 什么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然后呢 没有 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Size 对不对 后面才是什么Google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没有人在背这个网址 可是我们都是用搜寻引擎找出来的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调查说 我这个网站是背 搜寻引擎来的 还是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你去买广告 对不对 还是什么方式过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麻烦请你们 至少先把你的网站登录到这个Google Google这里面 这个网址 把网址贴过来 进行 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送出要求就好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进行Google搜寻引擎的一个网站登录 方便日后我可以查询得到这一个网站 好了 那我们既然已经做好了网站登录 下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稍微行销一下自己的网站 什么叫自己的网站呢 例如说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假设我现在我去预览 我总要发布出去 我等一下我宣传出去 不会是今天上课这一个 我会以 这一个网站来当作是我的一个宣传 这边有一个电脑 这好是 您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网站分析 一定会有买一个这个GA码 好 我等一下我是宣传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才是真实的 那其他都只是为了教学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电脑自动创造出来的哦 有首页有讲师介绍之类的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发布嘛 对不对 刚刚有讲这个发布 设定里面有这个网址 可是这个网址你会不会觉得太长了 太长 我现在讲的有点像题外话了 如何宣传网站 可以吗 可是不讲 你们要是没有宣传 别人 像刚刚介绍网站登录也是宣传必交的 其实讲到最后很像在教那个数位行销 就是现在网路上有很多人就是希望透过数位行销的方式 来去把自己成功的介绍出去 我现在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我再打开一个新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短网址 就是短网址 它这边就变成GOO.GL 大家都一样 就是HTTPS 就是HTTPS 冒号斜线 GOO.GL 斜线 这边有看到VQTFGF 这个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你看 如果你不满意 如果你不满意 我就关掉 然后再贴上 对不起 刚刚那个网址 我先把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网址已经不错了 我先把它记下来好了 我记在我的记事本 我先记在这一页底下好了 短网址 好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现在再去重新创造一个懂龙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有大写 有小写 有阿拉伯数字 这样最不好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如果你要花钱 它可以全部都是大写 或全部都是小写 就是去买那个网址 可是我们 那个 就是 刻苦 就是 我们没有花那么多钱的话 那你就多试几次 举例来说 这个不喜欢 我就再贴上 然后 这个有小写有大写 不要继续再做 多做几次 试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就是我只能接受 例如说大小写 我到时候我只要特别讲说 这个字母是小写哦 其他都是大写 这样的话 避免别人打错字 因为打错大小写 对不起 网址就进不去了 可以了解 这个是短网址 您看一下哦 我现在如果 用这一个 用这一个 我就直接开一个新的网页 直接输入 输入刚刚创造出来 这个短网址 Enter 你看是不是照样进来 孙在阳电脑教室 好 提用该门参考一下 这是短网址 但是这种行销方式 落伍了 因为 你请别人背一些东西 寄一些东西 不好 你看 我是不是 在我的 这个地方 在我这地方 我只是希望别人什么 复制贴上 我是用这种方式 来去做行销 你不可能奢望别人背起来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把很长的网址 现在有没有缩短了 有缩短了吗 第二个 QR Code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式 怎么样去把它变成QR Code 所以在这边 我要新开一个网页 然后就是QR Code产生器 好 比如说QR 这边QR Code产生器 这个 都是点它 那这边我是不是可以去输入这个网址 网址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刚刚我刚刚刚刚的一个网址 复制 然后直接贴到 这个QR Code 然后产生 它就产生在这边了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两种 两种行销方式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这种QR Code 方便人家拿手机扫描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的网址 可以吗 但是我希望你等一下 至少我成立一个LINE的群组 然后麻烦大家把你自己的网址 贴到我那个群组里面 可以吧 就是你是不是 不管你贴上来是一个短网址 或者是长的网址 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是直接点那个超连结 连到你的网站 这是我一定要其门学会做的事 但是我没办法在电脑上面操作给你看 我马上就会建立一个超连结 可以吗 这个行销方式三种 行销方式 第一个创造出来短网址 短网址的宣传在这里 还有第二个建立成QR Code 方便人家一扫描 是不是就可以连进去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来去跟各位 就是要分享到网站分析 这个网站分析 我们当然就是以一个网站为前提 如果各位 想要去分析自己的脸书 查一下老公有没有小三 我们都可以交 这样了解吗 因为其实社交网站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在做这些事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刚刚有讲过这个GA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先到Google 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边 我先登入 好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里面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一个网站分析里面 这是我刚刚做的 孙老师电脑教室 你看使用者都是零 对不对 如果说一个礼拜后还都是零 那请问你我还需要分析吗 就不用分析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可以理解 我刚刚为什么请大家加入一个网站 一个LINE群组 然后大家同学 大家互相点击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我刻意切换 切换到这一个 所有网站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它只能记录昨天晚上12点之前 这一个画面是昨天晚上12点之前的一个本周的一个浏览次数 决定来说1月11号 1月12号 1月13 1月14 一之类推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的意思就是有多少人来去里面观看 所以你想一个网站分析 它主要要分析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的浏览者 所以这边第一个使用者很重要 再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在我的讲义上面也有写 它英文叫做session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使用 浏览者到我们的网站 他看了几页 所以你假设他看了2点多页 那你就是22乘域 比如说2之类的 就会得到这个数字 再接下来 这个跳出率 跳出率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边他就去记录 这一个使用者 他只看一页就没看别页 也就是说 这一个人 他的session 他只停留在一页 OK 这个他去计算跳出率 跳出率当然越低越好 当然越低越好 比如说60 70 80 这样就不太好了 再来最后是不是会有一个 工作阶段持续时间 工作阶段持续时间 就是说 这个session 它停留到我这个网站 停留几分几秒 这个工作阶段就是这个 总共他看了假设两三页 但是他花了平均 平均他花了多久的时间 比如说不到两分钟 你希望他停留在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比较少拿来 当作是指标 为什么呢 因为请问你看新闻 你会花几秒来去看一篇新闻 不会超过十秒的 可以了解吗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停留的时间 因为好像太多新闻要看 所以一则新闻大概只会看几秒 他这边所看的是一个平均 平均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有画了很多很多图表 对不对 可是这边我要请你们特别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他为什么要去分析 你又是不懂分析这些 这个网站有什么好分析的 请问一下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十年前我们台北市政府 假设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到现在还是是死的 还是活的 所谓死的就是没有使用者去浏览 对不对 那活的就是代表说什么 还有持续越来越多的人来去观看 对不对 所以你想总想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使用者是不是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到底是哪些使用者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自定 自定 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设定一些自定快讯 像我 我就做了一些快讯 做了什么快讯呢 管理自定快讯 就是浏览数超过3通知我一下 浏览数超过5通知我一下 可了解吗 因为这个网站我也没有做多久 这个网站我没有做多久 刚开始网站的内容 一定浏览者是很少的 一定从0变到1 可能很多天才会0变到1 好 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 按错了 除了 我还是回到首页 自定 自己去设定一些项目 还有及时 什么叫及时 及时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 现在 好 例如说我们来看 现在 这30分钟叫及时 现在往前推30分钟叫及时 这是他的定义 目前 目前 这1分钟 没有人在线上 可以吗 但是前11分钟 有一个人在线上 学先生 你没有家 你帮我点一下我的好不好 点我那个网站 然后等一下 立刻就会跳出来 这叫及时 及时的定义 这样知道 请问及时重不重要 假设你办活动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要知道 及时的网页流量 可以吗 因为我希望这边跳出来 这边有每一分钟 就是60秒 有看到 这边就有两个人 两个 三个 来去看我的这个网站 那你可能想要知道说 那看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首页 有看到哦 能不能切换到别一页 你切换到别一张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在看同一页 那就是跳出绿了 对吧 就是只看第一页的首页 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 请问他愿意看到第二阶第三阶 是不是代表说内容有吸引到他 这个网站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们都在分析这些东西 好 报表 及时的报表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感谢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行为 基本上我全部都没办法去做 因为我的网站没有收费标准 就是我没有进行电子商务 你看了这个网站 你必须要先花多少钱 这是可以统计的 这边就会有那种什么行为 或者是客户开发 可是这个目标我觉得蛮重要 目标 例如说这个目标对象 年名城有看到 就是来到我这个网站 如果都是以年轻为主 那我在色彩上面 我可能要选择比较活泼一点的 亮丽一点的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除了目标 应该还有啊 第二个 还有 比如说以男性为主 以男性为主 好 那男性54 女性46%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大致上 知道我们的分布族群 就是他在做这些的一个比较 好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说 那你在GA里面 你在留 留 填那个 注册GA账号的时候 请问你有注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吗 好像有吧 就是其中有这样 他是拿那一项来当作是 来去做划分的 就是你在留资料的时候 可是我在申请雅果 好像他没有问我男生女生 那个脸书 你可以布帖 就是他有性别 可是你可以选择什么 那个男性女性第三性 就是你可以布帖那一项 好 可是后来 后来我觉得 以前我们觉得性别不重要 现在慢慢都觉得性别越来越重要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是做那个跟女性议题 例如说烘培好了 那个可能女性的观众会比较多 那如果突然冒出来很多的男性 对 或者是什么地区 所以慢慢的好像都会把这些项目 以前都不是勾那个必填 可是变得有这个选项 现在慢慢都变成都要必填了 就是你在填那个问卷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有些必填或卑必填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设定 好了 甚至好像还有那个 这个使用者多层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一下他 点这个使用者 点这个 只是请问一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写说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然后他是用手机 然后呢 登陆到这个网站 然后什么时候 11月20号 11月20号 他第一次登陆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他所有 所有持续在观看的 代表说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顾客 可以吗 就是你如果一次的 这个顾客 我们不要管他 可是你要 你还是要留住 例如说我是教学网站 我当然会希望说 那要有 除非我就只有 开一分钟的课程 假设我开了很多很多课程 代表说他有持续来这个网站观看 好了 我讲了这么多 这个GA网站 你们现在通通都是零 不用灰心 一个礼拜后 他就都不是零了 可以了解吗 就要看 就要靠各位大家 和我们互相去协助帮忙 因为我希望你到时候 是自己去分析这些 然后接下来 你就会心甘情愿去 学很多的那个 就是函事怎么写 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些东西 未来你的长官 可能一生命下 不可以用GA 那请问你要怎么分析 那就只好 自己透过 例如说Power BI 或Tablet 这种视觉化分析园 来去帮你们做分析 可以吗 像例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 他的一个目标对象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这是一周 这一周跟上一周 可是如果是 这个月的第一周 跟上个月的第一周 对不起 他就没有提供这样子的 一个报表检视功能了 可是如果你会Power BI 或者是会Tablet 视觉化分析 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去 调出这些使用者 来去观看 这就是我们要教的 他没办法帮你客制化 他不会帮你做客制化 你就必须要自己算 好 那这边我就先登出了 那我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 它是不是跟脸书 那个社交行为很像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去稍微理解 这个像我准备介绍这个工具 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给你看 那我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它是不是跟脸书 那个社交行为很像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去稍微理解 这个像我准备介绍这个工具 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给你看 比如说Power BI Desktop 第一件事我是不是打开Power BI 我这边会慢慢的教 因为我会希望你要学会是分析 因为网站坦白说 等一下我们特别要求你 知道网站要分析什么 接下来还是在强调分析这件事 首先你看取得资料 就是这一个网站 第一件事情你要分析什么 当然第一件事是不是要先取得资料 更多 更多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在线上服务好了 线上服务 有没有看到GA 有哦 那你会不会关心一下 那个脸书 举例来说好了 你关不关心你的另外一半 谁最频繁来按赞 你们想不想学 不知道 脸书 我们看网站是不是在看那个点击率 对不对 请问你脸书你留下证据是不是按那个赞 对吧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 最近三个月哦 最近三个月谁频繁来按赞 然后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外遇的情形 你不要小看哦 这ICBC那个刑事见识科 他们必修这些课程呢 而且他们不是只要修脸书 还包含那个推特 全部都推特是那个 加粉丝吧 或者IG 全部都必须要去去探 就是说谁来点这个赞 好 这个是都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我们GA调查完毕 我们就教你那个脸书 然后未来你不能说 我只学会了一个社交工具 都可以学 可是这边就是没有LI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很可惜 很可惜 因为我们台湾地区 因为这套Power BI是美国开发的 是美国开发的 美国不流行LINE 大陆也不流行LINE 对不对 LINE的使用族群其实很少 真的很少 所以我只是建议各位 只是建议各位说 这边真的 真的未来可能会有LINE吧 但是目前社交软件这么多里面 只有看到GA 还有看到脸书 所以我们到时候 你会玩这一个 会玩这个 我觉得也OK了 其他的你可能都还用不到 好了 我先连我的给你看 例如说 这个Google翻新 然后连接 现在你可能也不用连 你看哦 深入了解GA 连接器使用的服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 例如说 那个我的指导教授 他就一定会点他 然后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在 就是转贴到 他就是要花时间来去看完 好 因为他会觉得说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大家不注意 但是他必须要注意 然后再把里面重点讲出来 然后再把里面重点讲出来 点选继续 连线到第三方 请问为什么第三方 GA为什么是Power BI的第三方 因为这是微软公司嘛 对不对 我是使用者 两方了 那GA是不是Google公司的一个分析工具 第三方 好 然后接下来 他说我还没有登录 所以点选登录 等一下你们都要做这些事 如何在Power BI里面登录GA 因为你在GA里面看到是昨天以前的资料 可是我现在直接登录进去 是看到即时 刚刚都已经产生出来的资料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电子邮件 继续 然后密码 继续 所以要请各位理解 我没办法给你 我没办法提供给你我的账号跟密码 你自己的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点选允许 其实等于说 等于说我现在就把资料 我那个网站的分析 所有的相关资料 除了本来就给Google公司记录 现在也双手奉送给微软公司了 你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吗 听得懂吗 为什么我们台湾那个中央单位 就是例如说资讯 我们不能自己来做这些东西呢 自己来做一个类似脸书的社群 或者是GA的网站分析 对不对 这样资料全部都给别国了 别的国家的人了 好 然后他说我目前已经登录了 然后点选连接 连接之后呢 有看到这两个 这个teacher点上 2 这是我的Gmail那个账号 所以点选他 这边不是有三个 我开的网站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做的那个叫 孙老师电脑教室 刚刚做的哦 然后 所有的资料里面 是不是有一堆 其中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用这个来做讲解 好不好 应该是这一个来做讲解 点他 然后接下来所有的网站 所有的网站里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session session就是点击 session就是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 然后接下来点他 然后 比如说 heats 就是总共 这两个多月 有多少人去点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会希望 时间 时间 我就把日期 放在这边 好 点选再入 这样我就把那个网络的资料 叫进来了 可以吗 这就是POW BI跟GA结合的方式 那相对的 POW BI是不是可以跟脸书结合 一样 在POW BI里面 登录第三方 那个脸书 帐号密码 那些资料就全部都放在网络上去抓下来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简单的画一张图 例如说 日期 然后点击率 那当然 我到时候就要开始慢慢教你这些事情了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以什么单位来去看 例如说 好像第四季 2017年第四季的点击率是比较高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2017第四季 11月12月 那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这边是以每一天来去呈现 这天是不是很高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 我要到时候跟你们分享 就是做出来的图就很像 你在GA里面看到那些图的样子 可以吗 而且你要自己去做比较分析 例如说我要这一周跟哪一周来去做比较分析 自己来去控制 好 这边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呢 我刚刚做了什么动作 我只是希望说你先登录 你先登录 好 怎么登录 第一件事情打开Power BI 我想打开Power BI 应该现在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之前Power BI不是很稳定 现在应该都蛮稳定 然后取得资料在更多里面 你可以选全部啦 全部拉到最下面一定会看到那个GN 或者是线上服务 然后这边你去找 应该会找到那个GA 然后连接 我曾经连接过 直接点继续 否则你要先登录那个GA 就是Gmail账号 然后接下来你去选 选什么 选自己这个网站 这边我们通通都要大概跟你分享一下 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用英文为主的 所以请点 比如说时间里面的Date 那就按照日期来去呈现 然后接下来还有Session Session里面的Eats 然后点选再入 好就请你们暂时先让这个Power BI跟GA结合在一起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取得网路上的资料 线上服务这边有GA 还有脸书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给你的资料是什么资料 下载下来是不是一个XML的资料 怎么样去把XML读入进来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打开Power BI 这套软体 这边其实它功能标签好少 首页 检视表 模型 大概就只有这三个 那首页里面 是不是有复制贴上 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不是有外部资料 就是从别的地方找过来的资料 好 例如说取得资料 取得什么资料呢 我给各位的资料 在更多里面 好 这边有全部 就从头到尾这边通通都有 有档案 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档案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点档案 XML 然后点选连接 点了连接之后呢 你可以点选 刚刚你把档案下载下来 放在什么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下载 然后点它 开启 我刚刚不是打开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GA 就是一个网站分析的资料 是不是在这里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又要去打开另外一个资料 那资料是不是都可以放在一起来去做分析 答案是可以的 好 点选 Data 好 这边打勾 这边它就会先评估先大概把前面几笔的资料先列出来 好 你大概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栏位的名称 然后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有再入跟编辑跟取消 怎么样去再入呢 就直接点这个再入 那如何知道说已经再入完毕 就要看这边了 就要看这边了 好 当我们再入完毕资料 可能要请各位先去思考 我觉得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你要分析什么 对不对 因为举例来说 针对这样一个网站 针对这样一个网站 它给我们这么多个资料 好 那这个记录 我们可以从中取得哪一些的行为 这就是重点了 所以请你们吃饭的时候 可能想一想 想一想这件事 因为这里面无非你去看一下 就是哪一个单位 然后呢 什么时候po了一个新闻 对吧 大概重点就这些而已 好 所以请你们就是取得资料 首页取得资料更多 然后麻烦请找档案里面的XML 因为我给你们的副导名是XML 好 来 那做到这个地方 大概我们就把范例叫进来 就可以结束上午的课程了 各位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继续观看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那我接下来呢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自己网站的相关资料 可是我们应该要把重点是放在分析这件事 自己的网站自己做分析 因为您可以更弹性的知道说什么需要做分析 举例来说第一件事我可能就要先把 比如说开放资料 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有哪些资料其实已经开放出来了 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取得这些资料 进行资料分析 那当然因为我们上课是偏重于跟网站有关系的分析 就要像说我们这个课程是网站分析 可是下一个课程大数据分析 我会比较希望偏重于在政策 政策来去做一个预测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而且是跟网站有关系的开放资料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就是进入台北市政府 开放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 data.tipay 其实各位应该要知道一下 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新北市 可能就变成data.ntpc 然后例如说桃园市 可能就变成data.桃园 到后面.gov.tw 看你要不要去输入 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呢 我们这里面总共有2518笔的资料集 请问这个资料会不会一直陆续的增加 一定会 好 可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是偏重于在网站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输入网站 您看一下在网站里面相关的资料 好 总共找到55笔跟网站有关系的资料 它目前有释放出来像台北市政府网站整合平台之最新消息 我给各位的资料就是这一个 OK 这也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这是网户上既有的资料 首先第一个就是市政网站整合平台之最新消息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基本的介绍 它是属于公共资讯 也就是说什么叫开放资料 它会把所有可以释出的资料呢 拿掉一些 例如说民众的直接的资讯 第一它是绝对不能把这些跟民众有关系的资料呈现出来 所以它会拿掉 第二它会集中放在一个平台上面 让别人可以进行资料的下载 好 再来 再来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会一直不断的更新 例如说它更新 你看1月17号 各位应该知道是昨天 昨天晚上 那下一次的更新 应该就是今天晚上来做更新 以此类推 每天都会更新 当然星期六新一天可能不做更新 对不对 星期五晚上 更新完毕之后 可能就要到星期一的晚上来做更新 那接下来 你除了 除了它会释放出这些资料 你可能还需要知道 它里面的一些 一些内容 举例来说 是不是免费的 你应该知道像有些 开放资料 它是要收费的 像健保资料 它必须要收费的 那还有就是 在这个地方 未来可能台北市 它让民众去下载 资料的方式会改成 例如说用API的方式 API可能未来我们都还 必须要了解这是什么 好 那有了这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呢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预览跟下载 还有API API是自动间接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来去看这个下载 下载 所以我们点一下下载之后 它是不是就会直接下载到我们的 例如说 点选文件 我的最爱下载里面 是不是就会多了一个 这边 这一个 它还没有下载完毕 还没有下载完毕 这个档案 好 所以这就是开放资料 下载的方式 这是第一 你们必须要先了解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往上去看 刚刚是不是看到一个 市政网站整合平台之最新消息 如何去把这个开放资料下载下来 各位已经会做了 而且我也给你们了 就是我放在范围那个地方 那除了你要了解这件事情以外 你看这边是不是还有 跟网站有关系 它有释放一些热门活动 跟市政网站有关系的一些 常见的QA 还有新闻稿 甚至各里里长 里办公室相关的资讯的网站连结 或者是那个习务网服务的概况 好 一类推我就不一一介绍完毕了 每个网站应该都有它 就是它释放出来这个开放资料 应该可以从中我们去做一些网路资料的分析 每一项应该都有它需要分析的目的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请你来去思考一下 这个内容已经给各位了 您可以分析什么 为什么要分析这些 这就是下午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件事 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 我要分析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对于像网站可能是有一个 就是点击 那请问这个网站它都已经帮你收集 哪一天什么单位放什么新闻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你要分析什么 好 这就是一个重点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想一想 你可以点这个网站 稍微去看一件事 就是那个栏位名称 如果你不喜欢看那个栏位 那些英文的话 稍微等一下 它这边栏位的说明有吗 有没有看到那个栏位说明 对不起 主要栏位说明有看到 可是它没有任何的超连结 我的意思是说 它应该要去释放出来那个 那个代号是OK的 可是它必须要有对应的那个栏位名称的备注 这样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个瓶颈 或者是我解读资料的时候 不会因为我看到一个S 我不懂那是S是什么 大概应该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当我今天我在看这个DEP 这是因为我知道Department 这是一个部门 然后Name 我也知道这个英文是名字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这个ID就是identification 或者是Post 我不知道它是贴上 那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去解读你拿到的资料 如果你这边还看到的不是0就是1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怎么想 它到底在讲性别 还是在讲那个正负 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 我们公部门在释放资料 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栏位对照 来到刚刚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它应该有了 可能是连结掉了之类的 就是我们也许可以点它 然后再进到什么地方 好 不过我想 我还是要请你们下载完毕之后 等一下我会再一次的教你们 然后 我就要请你们来去思考 我们可以分析什么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 去看一下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应该都可以找到 首先我先把这个Power BI先关掉 不储存了 好 因为我这边我也没有下载完 你有看到 好 我这边我暂时先不去做这个资料的下载了 好 所以我取消掉刚刚的那个下载 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在这个Power BI 因为我们要有一套分析的工具 那这一套分析的工具呢 如果说它是付费 你可能会回去之后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 就是说你还要申请 申请到采购回来 我跟你讲 这绝对不是三个月的事 所以你早就忘光我的教学了 所以我只能找一个 就是说第一免费 第二你可能回去比较容易上手 因为你只有三天的学习 我会希望你要学的东西是 经由我们这个课程是在教网站分析 只是一个一个概念 而到时候你可能回去你的单位 你可以去分析 例如说工卫资料 工卫开放资料 你可以分析警证的开放资料 例如说在卫生的部分 我们要分析的那个重点 跟警证这边所分析的重点 绝对不太一样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就要知道 我这个Power BI是什么 然后怎么下载 首先Power就是力量 这个BI是商业智慧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商业智慧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叫做 Basetop 这个版本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教你如何去下载 Power BI 然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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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可以去下载 这个Microsoft Power BI 那很多同学下载的时候 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下载到英文版 所以我只能换一个方式 就是请你们看一下 这是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 它有分手机版 还有分那个这个Publisher Microsoft的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独立讲这一套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可是它下载下来是英文版 所以我就说请不要直接点这个下载 请点进阶下载选项 所以点选这个下载 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麻烦请把Select Language改一下 改成什么 这个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繁体中文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 它会出现变成中文 繁体 然后你再点这个下载 点了下载以后 它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是64位元 一种是32位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名称 PBI 就是Power BI Desktop 然后乘64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这就是64位元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下载这一个 还是这一个 那你可以点开始 这边不是有一个电脑吗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这个电脑内容 然后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所使用的系统 作业系统是把它建立在64位元 作业系统底下 所以我们这边 当然就是要装这一个 然后再点选下一步 这样子你下载下来的 这个Desktop 绝对Power BI Desktop 是繁体中文版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下载完毕就是安装咯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刻意的 带你们做一遍下载跟安装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呢 下载完毕 然后安装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先打开这个Power BI 好 下载完毕 然后安装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先打开这个Power BI 打开Power BI 第一个画面 因为通常 刚刚那边最多同学问我就说 老师我按照您的步骤啊 可是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是英文版 你们大概要知道 如何确保一定下载下来是繁体中文 可是这边它就会您看到这个画面 你第一个会问的问题会是什么 要注册 不注册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对不对 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注册 就是用你们的Gmail来去注册 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教学 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边有可用的更新 可用的更新 像这边已有更新可供使用 这边它都告诉我 我现在所使用的版本是旧的版本 我可以进行更新 就点它就可以进行更新了 不过我现在既不做登录 也不去看一些其他教学资料 或者是我也不做更新 我就直接把这一个起始画面关掉 未来每一次都会看到这个画面 记得就是把它关掉就好了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当我们在做这套软体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取得资料 对不对 我只是提醒你这件事 你的取得资料可以来自于网络 可以来自于脸书GA或者是以下的档案 第一件事是取得资料 所以我这边我就先点这个叉叉 关掉了 这样我就打开Power BI这个画面 打开Power BI这个画面 你大概知道这个图示 标题列也没有暂时没有把档名定义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功能列呢 就只有首页 检视表 模型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首页里面相关功能就这些 检视表里面相关功能只有这些 好 模型这里面功能也就只有这些 那感觉好像功能并不是很多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有三种不一样的模式 第一个是画图模式 就是最后呈现报告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看资料表的模式 这个是建立关联性的模式 就只有这三种 这张很大很大的图就是准备到我们画图的地方 就是工作区 还有这边有视觉效果 以及蓝位 没了 大致上就这些东西 可是 诚如刚刚我所讲 那个画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取得档案 所以呢 我们第一件事就先把我们的档案叫进来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可以取得很多种形式的资料 包含网址 如果 如果未来 我们刚刚在台北市政府这边 我们是用网址的方式照样可以直接连进来 例如 因为我们上课是以网站分析为主 所以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站 然后使用资料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下载吗 滑鼠右键 复制连接网址 对不对 如果你是做这件事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是把那个网址接起来 以后台北市政府 这一个市政网站整合平台之最新消息 有做变更 我们的泡边那一端就整个直接变更了 如果你是用网站接法的话 那如果你是透过下载到本极端 那对不起 你必须要经常下载 好 所以 稍微前瞒注意一下 未来这个API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取得资料 然后不是使用web的方式 我先选 这里面也没有XML 所以我就点更多 更多里面我们再去找XML是一种档案的格式 所以点选XML连接 连接之后呢 我是不是放在我的最爱下载里面 这个档案 所以点选 开启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要勾选这个β 选到最下层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再录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XML这个档案叫进来 这里面 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先请你稍微了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它档案很大 大数据分析嘛 第一个一定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量 而且会持续一直放资料进去 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data 先把资料放进来 OK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做到这个地方 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们这边有三种观看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报表 报告就是等一下我们稍后会教你做 做视觉化分析 问题是在做视觉化分析之前 我们可以透过第二个方式 这个资料检视的模式 让你去看到资料内容 第三个不用看 第三个因为现在我们就只有一个表格 一个表格不用设跟另外一个表格的关联 对吧 因为只有一个表格嘛 所以我们就先停留在资料这边 好了 请问一下 现在我拿到的资料呢 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栏位 其中第一个就是部门别 部门 哪一个部门 我现在随便问你一下好了 你觉得你的长官会 其实不要问长官想知道什么 应该是说你觉得你该分析什么才对 例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算一个总偷头 可是你觉得会不会需要知道 到底是区公所发布的新闻比较多 还是市政府的那个什么局 发布的新闻公告比较多 这是有差别的 可以吗 好那再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发布的时间 贴文的时间 因为这 这个 Date ID 就是好像一笔一笔一笔的新闻 好那这边是不是有贴文的时间 就发布新闻的时间 他这边至少有日期 请问一下 新闻越多 就是我们是不是想要知道说 平均 平均的那个贴文 例如说一天有多少 那什么叫做高 什么叫做低 对不对 你要定义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就透过这个日期来去算 日期来去算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什么单位别来去算 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这个联络如果都是打1999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去去特别分析 可是之前有些人他们一些新闻可能线上 线上报名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其他种方式 或者是这个单位驱动所这边 好那再来就是新闻的内容 新闻内容看你们觉得需不需要去做分析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文字探勘 就是哪一类的 哪一类的新闻公告 或者是主要的关键字会是落在什么地方 举例来说好了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办哪一类的活动最多 或者是哪一类的新闻最多 都可以透过关键字来去找 例如说好了 林志玲他跟什么 什么名词是比较有关系 那就是文字探勘了吗 对不对 我们都来去把它学一学好了 再来这边是不是有开始跟结束日期 就是请问一下新闻 新闻从上架到结束 那个平均时间 你觉得需不需要去做分析 至少我们这样看是可以做分析的 通常一个新闻 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长短 它可以分析什么 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再来就是这个 其实它好像都是一致性 因为如果都是一致性的内容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必要去做分析了 可是这个刚刚我所讲的是分析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了解到是一件事 例如说 例如说 这个假设 我们现在如果停留在 就是像Excel 这算都算得出来的东西 这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根本就不用利用 怎么Power BI去做这件事 我举例来说好了 请问一下 那个 这边 如果我们用大数据分析 你知道要分析什么东西吗 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我是不是可以分析出来说 台北市 万华区 这区公说好了 就是 它的贴文数有多少 对不对 我绝对可以分析出来这件事 可是这是像Excel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去查一下万华区 例如说 第一年第二年 它好像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或者是越来越少的使用的趋势 这才是我们要用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用Excel就做完 我们根本就不用来上这门课了 可是请问一下 我们了解区公所 我们了解了区公所对于这个新闻公告的平台 它的贴文数有持续越来越多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独立做一个他们专属的网站 可以了解我现在的意思吗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重点 我接下来就要请你们至少要写出三个 举论来说好了 你只是骑这边 你觉得可以做什么分析 我不是要分析 哪一年最多哪一年最少 我要分析的是什么 这个网站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理解吧 什么叫活 就是使用率 就是我放新闻的频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什么叫死 就是已经下降下降到某一个程度 你还不停吗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要达到这件事 你就应该知道说 我们可能至少要写一些函事 然后做一些计算 然后图要怎么画 接下来才讨论这些事情 可以理解 好那我要请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有到这样子的水平 不然等一下我就跟你讲说 好我们来去看他的趋势 你根本就不了解看趋势的目的 那就很可惜了 那我们干脆就回去GA那边看他已经画完的东西不就好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想 那如果大家都听懂了 我再强调讲一次哦 你看一下哦 我们今天这边不是有很多单位吗 很多单位 我们应该没有限制说 只能去工作可以发布新闻 绝对里面有什么卫生局发布的新闻 也一定会有各个单位去发布新闻 甚至包含学校 在座不是有学校的老师跑来上课 或者是干事职员来上课 学校也可以发公告啊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学会了解说 是不是在这个新闻网站哦 对于例如说 以前呢 好像区公所哦 他比较没有这样子发公文的一个需求 可是后来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分析出来的重点了 那当然前提我们可能会针对 经常使用 经常使用 例如说这个单位里面 偶尔才会出现卫生局的一个新闻公告 那你不用去分析它 你一定是分析主要 主要经常在使用的那一个单位 好了 那时间的部分 你觉得可以分析什么 等一下我就要请你们在座的长官来 跟我有一些回忆 还有 绝对不是算出来哪一天最多新闻哦 哪一天最少新闻 不是算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也要算 但它不是主要要算的 好 请你们现在来去想 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趋势 然后了解它的一个那个 等于是说 行为模式 好 请你们现在动作 来去思考一下 您请看一下哦 以前呢 我们应该很容易分析出来 就是说 这个台北哪一个区 不管是 或哪一个局 他们的提出新闻数有多少 好 那我们总该要知道总比数有多少啊 例如说我往下拉一点 有看到吗 总共新闻有几笔 16,479笔新闻 那我们是不是要知道说 哪一个单位别使用新闻公告频率最高 对不对 好 这我想应该用以上都可以算算 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 因为大数据嘛 所以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既然这么长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单位哦 它使用的频率是怎么样 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如果是越来越多 而且跟整体来说哦 大家是越来越少 可是只有这个单位是越来越多 这又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就是要去分析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要架构在 你已经有一些以上基本的概念 好 例如说时间 我们贴文的时间 我们可能比较了解到的分析就是说 哪一天贴文最多 或是哪一个月贴文最多 我们可以算这个网站的使用率 那可是呢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使用率来去看它的一个趋势 它长期这样的变化 使用率是下降还是上升 这我想应该是我们最应该要去关切 因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花钱 请人来帮我们做网站 对不对 这我想台北市政府应该做了很多很多的网站 可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评鉴的标准 经过了五年 你觉得这个网站需不需要去改头换面 还是需不需要撤掉 还是继续摆在上面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学会到说 至少知道说这个网站几乎 甚至我还可以调查出来 哪些单位本来刚开始批命在使用 后来都不用 那请问你这样要怎么宣导 对不对 就是一个议题支持度或不支持 这都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去做分析 最常看到的比较就是 这一周的使用率跟上一周的使用率 来去做比较 或是今年跟去年的比较 也就是同期成长 当然有成长可能会有同期下降 好 那接下来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新闻嘛 新闻像例如说 每一年流行的新闻话题会不会改变 会耶 好你想不想去了解到这里面的一个新闻流行趋势 你告诉我以示要怎么算 以示要这边怎么算 不能算了吧 好那其实我说穿了 简单说就把这里面的字啊 名词全部挑出来 挑出来看他字的排行 就是出现的字评 词评应该叫词评 因为两个字叫做词嘛 词评 这就是文字探勘 好 大概了解咯 大概了解到这件事 还有就是新闻 有些新闻是不是会有那个期间的限制之类的 好 那我们来去看新闻的生命周期长短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件事 首先我们是不是有部门别 我们来画一个最简单的图 最简单的图 我们至少先知道一件事 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做一个报告 先画一个简单的直条图 了解部门别 我们先了解那个贴文 这个一万六千多笔的新闻 散布在哪几年好了 好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要用日期 日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不记得那个日期 因为日期有第一个贴的日期 还有什么 公告开始跟公告结束 这个start date跟end date 好 所以我们要用post date 好 所以 第一点选报告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好 例如说我想要画直条图好了 直条图 那第一件事 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枢纽筛选的方式用勾选 例如说我要贴的是post 这边 这个 打勾 那这是不是贴文的日期 我有了日期 我有了日期 它是不是直接帮我放在轴这边 可是请问你 我直条图是不是要 直条图 直条图是不是有一个水平轴 水平轴我现在是放日期 那直 是不是应该放在Y轴 就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直 我是不是可以用用什么 用例如说新闻 新闻 刚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news title 这个news title就是一则新闻 一则新闻 它就帮我把相同的贴 相同的贴 归在例如说三笔的记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就把刚刚这个叫做news title news title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这样排下来的news title 直接拖曳到直这边 我要是直接打勾 打勾它会直接放在轴这边 因为轴都是文字 而我刚选择两个都是文字 而且是文字的属性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放来直这边 它是不是就帮我画出来一张图了 直条图 直条图是不是要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所谓的就是文字的栏位 好文字的栏位 你看就是放在轴 那Y轴呢 Y轴就是数量 所以我把那个news title放在这边 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值呈现出来 所以怎样把这些值呈现出来 就不是在这里面的栏位控制 而应该是在这个样式 什么叫样式呢 格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跟这张图有关系的 例如说值啊 例如说大小啊颜色啊 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分别去设定 这叫X轴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轴的颜色很浅 好我们就先去看 X轴可以关掉 是不是就没有看到2015 2016 这是不能做的一件事 一定要打开 一定要打开 因为当我们在解读这张图表的时候 万一你不告诉别人这边是年 别人总会想到你画的是年的资料呢 所以X轴这里 我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些内容啊 设黑一点 粗一点 大一点 所以呢 怎么样去设定 X轴底下是不是有色彩 首先色彩改成黑色 我觉得黑色会更加清楚一点 再来字的大小设大一点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大多了 好 除了X轴还有Y轴 Y轴这边一样点它 我们把这个字设 颜色设深一点 还有这个字设大一点 刚刚X轴设到18 那我Y轴也设到18 好 除了这些以外 Y轴设定好之后呢 我还有这里面的内容 我希望这边出现那个值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你觉得是X轴还是Y轴都不是嘛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 这个 资料标签 例如说点它 这边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数值 可是你可能不太习惯看这个数值 对不对 也许你会想说把它呈现成那个标准的 就是说完整数值的呈现 至少这个太浅了 我们把颜色设深一点 所以是不是又点这个 资料标签左边这个往下的选项 点它 然后接下来把色彩色深一点 然后呢 这边字大小设大一点 好 那我们呢 这边的单位有看到 小数位数方向等等这些 其实这个单位 如果我们设为无 它就直接呈现了 直接呈现 就是它实际的那个数值 2015年可能是年底的时候放上去 所以只有一则新闻 2018年是因为现在才1月嘛 对不对 那1月 我们看这件事情 应该是以年平均率来去看 新闻的八部率 而不应该是以量来去看 尽可能我们都不要去跟那个 用数字来比较 应该都是用率来去做比较 用率来去做比较 会比较好一点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1万 对不对 除以365 这个比率算出来之后 大概一天有三则左右的新闻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才几天 18 17天 那也就是这个只有1.5则左右的新闻 可以了解吗 我们要比是比那个率 而不应该比的是那个 那个新闻数 好 不过我只是要在这个地方 请你们稍微知道那个格式 因为 很多同学会询问我 图画完之后 他是不是要去解读 可是他最后一定要报那个 最高 例如说2017年有多高 对不对 他要报出那个数值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希望把那个数值 呈现在图表上面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 第一个是什么 X轴的格式 要以你清楚 可以播放出来 让长官看得到 为原则 而不是像刚刚那个比较浅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格式的调整 我们应该要继续了解 这张图里面的玄机 好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按钮 这边有两个 应该说三个吧 这边还有更多 更多里面 比如说这边有汇出资料之类的 或移除 移除这整张 不要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点一下比例 这边 我先讲这个部分 我先讲 这边不是有三个按钮 这边有两个 我们先看这一个按钮 这叫向下切入 其实 其实在英文里面 我觉得他描述的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把它翻成 向下探索资料 就是gill down gill是挖 然后往下挖 那个意思 因为我们等于说是资料探勘 探勘就是一定会用到 那个挖的工具 好 所以我先介绍这一个 当我 现在我们是不是点选 这个10757 点下去 再点它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锁定 我只看2017年 我先往上 我刚刚这边是不是2017年 等于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在秀这张图表 来去观看的时候 请问你会先看2015年 还是2016年 还是2017年 当然是2017年 2017年最高 最吸引你的目光 所以我点它 进行向下探索 就是我想要知道2017年 它的一个使用的 次数是最多的 那我点一下它 我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二季比较高 应该说是前半年 高于后半年 那如果说在 第二季 2017年 第二季里面 点它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一个使用 可以现在知道 这是不是就是 向下在探索工具的使用 在以下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 区分 一块一块的区分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 来去 来去等于是说 把它去做一个分开 现在只要按一个按钮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 做到这件事 看到 让别人清楚看到 资料体现的情形 好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2017年 为什么2017年 在这 就是说 比 我觉得现在 比法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 为什么这个新闻公告 这个网站 2017年会多于2016年 为什么 有没有同学 愿意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为什么2017年的 新闻公告 使用的次数 会比2016年来的高 四大运不是第三季 七月 所以有可能 当然 这个新闻一定是 之前就陆陆续续 一直会有相关的新闻 所以你这样理解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再来就是 我觉得 一个产品的推行 第一年 因为成效做出来 慢慢一定是 越来越多 请问一下 你可以推估 从这样子一个使用 请问2018年 你会推估 可能 今年的使用率 会是多少 更多 2016年很高 2017年更高 那2018年 一定是比这两年 还要高很多 好 但是 刚刚有讲到说 为什么 2017年的 第二季的使用率 是增加 那我们来看看 四大运结束之后 它是不是越来越少 这样子 我们来去了解 就是 我们解读资料的同时 你还要去观看新闻 好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 第三季 因为四大运不是 七月中旬吗 我不知道啦 因为七月八月 这边都停课 就是他们全部都跑去 协助帮忙了 然后我们就 因为老师没有上课嘛 我们就去看 看那个比赛 好 点它 有没有看到 是下降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第四季 是不是也是下降的 这种情形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 四大运 有可能是因为 四大运 好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看到资料 当你今天看到资料的一个情形 你是不是 应该 最后应该要去算一下 算什么呢 四大运 你与新闻公告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做一个检定吧 听得懂吗 我们要不要做到那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要的 去说明这个新闻公告的网站 是有在做的 那你甚至还可以搭配活动 来一起看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先把资料先回复原状 回复原状就是往上往上 你可以往下探索 当然可以往上 这边是依照什么来做的 这边是依照 就是年来去做 我们刚刚介绍到第一张图 就是 我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去做 2016年跟2017年的比较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首先 首先 我们先画出来 2016年的这张图 2016年的这张图 所以怎么画 2016年 所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资料 这边有一个叫做筛选 筛选 筛选 好 那当然针对这个年 年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是 设等于 等于 我们看到等于 或者是 是 是多少呢 2016 Enter 是不是就只剩下这个 2016 那我们 这个2016 来去看月好了 所以我们点它 是不是就变成 2016年 1月 2月 好奇怪 好奇怪的一个情形 反正就是 就是 它从 大概2016年的 可能 可能 可能这个月 才开始使用 可能会是这样子 或者是 或者是前面 就是没有资料 好了 那请问 这是不是2016年的资料 好 那我是不是想要呈现 2017年 所以呢 复制 就是我选到它 复制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要2017年 我就直接把 这一个筛选 刚刚这边不是有做筛选吗 不能再 42016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橡皮叉 清除 然后去年 这边 改成什么 42017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你至少 这样子 是不是两张图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写 任何的韩式 知道吗 可是 你就可以 如果 如果 你在画图上面 你是很有天本 你都可以直接画出这样子的图 只是多搭配一点 它这边的一些筛选工具 可是等一下我们要换色 怎么换色 2016年 2016年 假如说我们今天把格式 请问你觉得要改什么 你觉得应该不是改X轴 对不对 也不是改Y轴 那是不是资料色彩 这边好像资料色彩 跟它有关系 还有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绘图 可能跟它有关系 对不对 好 我觉得你这样来去思考 其他什么背景都不是 什么锁定常观 锁定常观 刚好 这边都是到1000 所以应该不用改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资料色彩 预设 假设我把2016年 2016年 改成 例如说红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两张图叠在一起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了吗 当然啦 最好都是用折线图来呈现 因为比较嘛 你用资料图不是前面挡住后面 所以怎么改成折线图 例如说 这个地方点一下折线图 这个地方点一下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把两张图叠在一起 你不就做完了 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 因为这边可以到1200 可以到1200 所以这边是可以限制的 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还是把它调整 例如说 我把这边也改成到1200 这样两边在相同的一个基准下 才能做比较 所以点这张图 这张图的格式 应该是Y轴 Y轴 Y轴的什么 结束 我设成1200 这个开始是0 对不对 好 开始结束1098 这个是1200 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再把它拉回去 重点是这边 这边它是呈现600到1200 好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也要改 这个 我的Y轴 Y轴的开始是0 然后结束是1200 然后这样子放上去 这样子来去做比较 才会是可比较细 当然啦 如果你会写函数 我们最后教也都不是教你用这种方式 只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容易的去做到 做到比较 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特色 我不能不教这个很重要的特色 两张图可以很轻松的叠在一起 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比2016年跟2017年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这边是依照什么来做的 这边是依照就是年来去做 那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是不是两个并行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所以 例如说我点它 就是 我刚刚是不是原本图长这样子 就是各年 我可以清楚看到 当我点了一下它的时候 它这边所呈现的 这个图示 所呈现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四年的第一季都放在这边 四年的第二季都放在这边 因为它是并行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起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刚刚这边是看单一年 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 四年 例如说假设我们去比较 淡季忘季 例如说新闻公告 你这样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 新闻公告好像 好发生在 我可以这样解读 好发生在第三季跟第四季 就是比较多贴新闻公告 可以吗 多于第一季跟第二季 那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往下探索 可以发现 以八月 八月 就一年之中 以八月最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去思考 为什么八月的新闻最多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就是你要搭配这个网站 假设你看到这件事 八九月都蛮高的 你就要去思考 是不是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期间我们的新闻 新闻率 新闻的贴文率是蛮高的 应该是第三季 第三季 好 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说 当你今天要去掌握到那个舆论 决定来说 你要贴 你要发布一个新闻 要达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效益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发新闻稿 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把四年 四年单独 每个月 好 都去算出来 但是全部都夹在一起 跟刚刚这个不太一样 这只有看某一年 这个呢 是合并在一起看 那既然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先把它恢复原状 我用这一个 这个是怎么看呢 扁他 他是 他是全部的时间轴 全部合并在一起 从头到尾 全部都有 这个哦 现在我们也是看季 只是从2015年季度二 2015年季度三 2015年季度四 不见了 因为一个都没有 好 如果你要呈现 如果你要刻意的呈现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 打勾 你看2015年第一季 因为2015是不是有第一季 对不对 好 是不是有第三季 第四季 可是因为都没有贴新闻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一个来去呈现 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 那如果说再往下去探索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就是以月了 以月来去呈现 可以吗 变成连续性的资料了 什么叫连续性 这个只有这个是连续性哦 只有这个是连续性 这个叫aggregate 就是聚集 聚集在一起 这个叫做分离 分离就是我只看某一年的资料 可以吗 这是聚集在一起 这个是连续性 去看那个连续的情形 好 这三个按钮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资料呈现 可以吗 记得住吗 请你背这个图 这个是什么 向下探索 单一年的向下探索 单独 单独性 好 这个是聚集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呢 是连续性 你看这中间是不是有一条横线 把它接起来 同样都是往下 往下 可是有两个 但是它中间是有一条横线 把它并肩在一起 变成连续的资料 来去呈现 好 所以这三个图示 请你们分别去玩一下 最后玩完的情形 请你往上展到 就是最原始的状态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看 这三个按钮 你就可以少算好多东西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来去看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比较单一周 我们先来去观看我们的资料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资料 这边有一个排序的方式 你可以递增排序 或递减排序 递减的话 它是从最早有资料 呈现到最新 这个递增 应该说递减 递减就是从最近 最近放上去的资料 例如说 1月8号这一周 有放上去资料 1月8号我们来看一下 1月8号应该是这一周 所以我们来去看 例如说 1月1号到1月5号 应该说1月1号到1月7号 这一周跟什么 去年的12月 12月 等于说25号到12月31号 这样子两周之间的差别 那这要怎么看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用我们已知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直接 这个是等于是说 年的比较 好 那我这边 新增 新增 去做什么 例如说周的比较 那首先 例如说我把这一个资料复制 然后周比较 直接做贴上 那我们应该就要把这个日期筛选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资料的这个筛选 以年来说 以年这边是不是2016年 然后月 月是几月 比如说12月 12月 好 12月那几号到几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日 日可以去做一个进阶筛选 选戒于 戒于 例如说 大于或等于 这边选择 因为我是要从25开始 25 然后呢 且小于或等于 31 靠用筛选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要用什么 展开的方式 那这边就不要用 因为是以日来去看这件事 所以它最高最高 我们了不起设定到100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格式 把Y轴设定它的开始点跟结束点 例如说最高到57 例如说最高我们到100好了 它变成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12月25号到12月31号 那是不是还有布置 贴上 这边我们要去做的是 2017年的1月1号到1月7号 所以这一个资料的筛选 这边去设定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设什么 年是2017 所以你年 是2017 2017年 你看这边 对不起 年是2018 2018年 然后这边 月就不是那个12月了 月应该是什么 1月 然后请把12月关掉 1月 然后日期呢 日期修改一下 大于或等于1 小于且小于或等于7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周 这一周 假设我们的颜色 这个颜色 我们不要用 通常我们要做比较的话 要做比较的话 本周 当周 我们绝对不会用红色来去做呈现 好 所以这个资料的颜色改成 例如说当周的话 我们用蓝色 用这个颜色来去呈现 然后你去把资料放在一起 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了 就是 这边可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还有一点 这边这个X轴 是不是就不要呈现了 因为你重点是要呈现 这边的资料 所以 这个资料的X轴 关掉 大概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好像都不是对得很准 应该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可是要出来 你们先做到这边吧 大概知道我现在就做什么 因为我们下次我们都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算出来 比如说本周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就要算前一周 直接两张表列在一起 画在同一张 1月6号7号刚好没有资料 就请你们来去做一个周比较 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去做完年比较 周比较 甚至月比较 季比较 随便你要做哪些比较都可以做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来去 依照这个单位比较 我们想要知道说 哪个单位啊 他使用我们的频率是最高的 例如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去画出来 这个 Department name 好 所以我们先新增 新增一张好了 好 等一下我们再改名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画个 十条图 例如说我们介绍一下原型图好了 画个原型图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以 Department name 来去画 那这边 图例就是有各个单位 接下来呢 直接把这个图例 翻到值里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 哪一个单位啊 他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呈现 因为太多单位 反而原型图 没办法展现出他的优势 所以我们改成 十条图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做什么排序呢 这边排序是 在这个点点点这边做的 所以依照什么 依照计算次数 来去排序 我先把这个值 这个颜色设深一点 但是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X轴的颜色 我设成黑色 可是我觉得 你在呈现报表的时候 应该是要以让别人清楚的看到为主 所以你呈现这个报表 还不如说 例如说我排前20名 这比较重要 前20名 怎么样排前20名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这样子删减 听得懂 这是最简单 连筛选都不用做了 好 那 那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 我们都可以 例如说排名 取名之前20名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听完 我要花一个小时 你才会听懂 原来 大数据分析里面 rank 因为不是用rank 是用rank X 多了一个X 来去计算盘 这个方式可能会比较快 然后再多加一点那个值 什么值呢 这个资料的标签 我们大致上 看到前20名 大概就呈现这个样子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如果说 你想要去 观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年的比较 举例来说 刚刚是不是有做了一张图 我们来去 把这个 四年的资料 来去呈现 所以我们是不是用日期 这个 Post Today 好 然后接下来 把什么放在 用纸条图 把什么放在纸里面呢 例如说 News Title 然后放在纸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今天点它 因为你大概知道 2016 2017的一个使用情形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 有一种应用 就是 我想要去看看 这个 万华区公所 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去看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比例之间的一个消长 好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大数据分析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怎么讲呢 你可以同时去做拆分资料的比较分析 好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刚刚我们做的各年的资料 2015 16 17 18 所以我把这个X轴稍微设成黑色字色 对不起 这一个 X轴 这个字色大一点 方便来去看 然后字色成黑色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来去做那个资料比较 资料比较的时候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2017年他大概长的情形是怎么样 2016年他大概长的情形是怎么样 例如说2017年第一名还是这个万华区工作 2016年第一名也是万华区工作 贴吻最多 都可以互相这样来去搭配比较 其实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个联动比较 当我们今天再回去看我们的资料 这个应该叫做 就是前20名 各年 例如说像我现在点到2017年 我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2016年 他在使用的情形 就是各年 各年各单位 张贴新闻 新闻 比较 接下来我想要回归到我们的资料点 还是要简单的让你去了解一下 一些 函式的使用 就是这一套软体 像以色尔它不是有函式吗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透过你已知的以色尔函式 我们来去做一些基本的运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新闻是不是有开始张贴的日期 跟结束的日期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大概新闻 大概新闻 他的一个张贴的一个时间 例如说什么新闻张贴公告的时间最长 假设你要调查这件事 那我们可能就是把什么 结束日期减开始日期 因为理论上都是这样子的减法 日期是可以做相减的 所以我现在我们来教你简单的一个运用 首先在既有的资料里面 我们要用这边有一个叫做首页 新增量值 这个新增量值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新增一个独立的值 例如说平均 假设我们今天要算平均公告的时间 只有一个值 总total总值只有一个值 这个时候我们用新增量值 如果你今天要把每一个新闻 结束日期减开始日期 去计算新闻公告期 那是不是每一笔资料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用新增资料行 点选新增资料行之后 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这个资料行应该要换个名称 例如说我们就叫做什么新闻公告期 就是它是一个时间 时间就是公告几天 如果我们现在以天来去做定义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等于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 应该说这个日期 end day 减去start day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你要先呼叫 请你呼叫资料表 里面的栏 例如说一撇 就是呼叫资料表 那如果说是这个中瓜湖 中瓜湖在那个enter的上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什么 中瓜湖 这个就是代表说 栏取下面这个栏 记住哦 data 这个是资料表 取表格用一撇 这一撇在enter的左边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相同一个资料表里面 原则上你不需要取到资料表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你今天在台湾 我们写地址 有没有人写台湾省 没有吗 你要记到高雄市 你也不用刻意写台湾省 对不对 相对的 我现在呢 我的资料 我现在是不是要在新增资料行 是在这里面写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直接用这个中瓜湖 可是我希望你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越写到后面 越写像写程式一样 最好是交代哪一张资料表 里面的什么栏 因为从一撇开始写会比较好 好 我接下来要请你们 这边 等一下可能会有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挡下一撇 结果他这边不会出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哦 你就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删 他就出来了 就是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可能会跳不出来这一个 等于说是参考的资料 好 所以一撇 底下 底下我要选择 选择什么 end date 这怎么选呢 你是不是点到他 要点两下 要用点两下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再输入一个减号 减什么 就是结束日减开始日 好 一样一撇 然后往下去找 我都习惯用方向键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找 start date 这个 然后接下来 既然我都是用方向 我都是用键盘 这个时候怎么样把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内容放上去呢 用 type键 键盘最左边 是不是有一个type键 是点这个type键就上去了 你用滑鼠 就要用点两下 就会上去了 好 那如果你用键盘的话 你用type键 就直接跳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按一下enter 对不起 这个后面不需要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个栏里面的日 的意思 然后直接esc取消掉后面的 继续的叙述 然后直接按一下enter 然后您看一下 拉到最右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新闻公告 新闻公告 就是刚刚是不是结束日6月19减去6月12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7 应该是7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算 我们要去算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其实代表就是阿拉伯数字7 因为1900年的第一天 它叫做1月0日 可以听得懂我们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电脑都是从零开始算 而且都是电脑元年 电脑元年就是1900年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这是20世纪的产物 20世纪就是1900年开始 那个世纪 不过你不知道 无所谓了 我重点是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阿拉伯数字 对吧 因为你呈现这个内容 别人根本就看不懂它是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模型 模型 我们先点一下别的 然后再点回来 因为刚刚 刚刚我们在这边 没有完 就是 反正就是我们这边 可能会看到都是灰色的 所以你先点一下别栏 再点回来这一栏 请把它改成不是日期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 数值 所以请把它改成整数 然后他说 这个资料经过转换变更 那你的资料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储存 好 我们就直接选择是 拉到最右边去看哦 你最后面新增的 刚刚手页最后面新增的 全部都会放在最右边 好 这边七 可以吗 因为我觉得 你不晓得 电脑元年 第一天是1月0号 也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 刚刚是不是1月6号 对不对 它就是第七天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重点是要 会算这个东西 就是我有了这个数字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 平均新闻公告的 那个数值是多少 可以哦 接下来慢慢就是要教你们这些东西了 因为我在这儿强调 我们不要去看那个B 我们不要去看那个值 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率 率比较重要 好了 请你们现在 我刚刚的做法应该还蛮简单的嘛 就是你要会使用 怎么取用某一栏的资料 解某一栏的资料 而且我用的是 首页新增量子里面的新增资料行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这边的新闻公告呢 我们会去算出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新闻公告的平均值 那平均值又应该怎么算 有了平均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例如说 两倍以上 例如说大于多少以上 这是奥赖尔 或是小于多少 多小以上 不过我们可能关切是 大于多少以上 好 例如说 算出这个新闻公告期的平均值 怎么算呢 在这个地方的算法 就是回归到以色谣的一个基本的算法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首页新增 新增一个量值 因为它只有一个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量值我们就叫做平均 AVG的什么呢 新闻公告期 等于什么呢 一样是AV E R A G E 这是传回一个所有数字的平均 算数平均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选择 就是那个蓝的名称 那个蓝是不是一样选择 我用一撇带出表格名称 我用一撇带出表格名称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用新增量值 那这个值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多少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假设我 这边我就先删 这个就先删掉了 好 我们刚刚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边这一个工具 卡片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例如说 点一下它 然后输入新这个AVG 平均的一个公告天数是 203.28 好 对就是平均的公告是这样子 它是怎么算的 它是把这个值 这个值 全部把它加起来 好 那全部加起来我们也算一下好了 就是平均会算嘛 那我们也算一个总total 新增量值 好 例如说 总值 那就是total 那个新闻公告期 等于什么呢 好 加总各位都会算 所以sum 加总 一样就是 刚刚的 这一个 好 然后又刮 enter 一样透过 刚刚在这里面 这个是平均值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再建立一个 这是total 三百万 就是你大概用三百万除以 一万六千多笔 是不是算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可以理解我现在的一个意思吗 所以接下来你就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这个公告期是不合逻辑 不合理的 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事 好 就是你必须 你必须要用一些 就是可以解释的方式去解释 你不 你不检查这些网站 你还不知道这些问题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就算说你把这些的新闻公告 它一定是公告 从开始日到结束日 它真的公告这么久 你不去调出这些数字 你还不知道这些事 可以吗 所以我简单的介绍 两个基本的函事 让你们去了解 我们可以去算这些东西 记住我现在用的方式都是 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好 来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然后 我想 画面再借我用一下好了 我想最后介绍一件事 我们就可以准备要结束了 就是 储存档案 储存档案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储存的话 最左边 最左边 这一个叫档案 档案 然后接下来请点储存 当然或者是另存 例如说第一次存档的话 那建议你 你就直接点 那个储存档案 接下来呢 存到低磁叠机 建立一个资料夹 你专属用的资料夹 好 像我今天呢 我是取名叫 2018 0118 网站分析 存档 这样就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了 就请你们 做到什么地方 先把它储存一下 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进展的部分是Google Analytics 一些上次的内容应该是属于驾站 然后接下来带各位去玩一点Power BI 去做一些网站分析而已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写任何的函式 我们今天呢 要再提升 可以的话我们至少先分析一下自己架的那个网站 它现在的流量是如何 既然网站分析最重要应该是流量 那会牵涉到的应该就是使用者 我们有几个使用者来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网站的一些资讯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展到 例如说它到哪些网页 对哪些网页是有兴趣的 甚至它是用什么工具来去做下载 来去做网页的观看 好这就是网站分析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到自己的网站来去观看 好所以我们快速的先打开自己的Google 打开自己的Chrome 然后进入到自己的Google Analytics 好来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首先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就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好我们当然就先预设应该是到Google 到了Google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先进入Google 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网站 它必须要先透过自己的账号密码来去做登入 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登入我自己的账号密码 登入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左上角 左上角应该就是一个自己控管网站的一个切换 因为一个Gmail 它可以控制 例如说它可以分析25个网站 好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先切换 切换到自己的这个网站 好索尔的网页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边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是一个一周的分析 就是从1月16号分析到1月22号 就是昨天 昨天之前的连续7天的分析 好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使用者 它把使用者的一个变化就放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总共有 例如说66个使用者 66个使用者 本周来看自己的这个网站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的意思是指说 总共观看我不管是看哪些的 例如说网页 反正就是如果他看一个网页算一个工作 好那也就是他看了85个网页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算说 那个他在这个网页里面 哪些网页被浏览的次数 好还有跳出率是什么意思呢 跳出率的意思就是说 看一页就跳走 跳出嘛 跳出 看一页就跳走 跟看三页才跳走 也就是说 他只到了某一页 看观看完毕之后 他就跳走 好 这个跳出率 我们可以当一个检视 就是他喜不喜欢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判断依据 好 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有没有看到工作阶段的持续时间 这所指的意思就是说 他停留在一个网页停留多久 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教学性质的网站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教学影片 所以他应该会留下来去观看 那这个工作阶段持续的时间 你们可能不会很长 例如说 假设你只是放一个新闻稿 那看完新闻稿可能5秒到10秒 请问你的新闻稿 如果他有兴趣 你觉得他大概会看几秒 大概现在大家都是用速读 只看图片 不看文字 那没兴趣 立马马上跳走 好 所以这个工作阶段的时间 就是指说 他停留在这个网页 然后花了多久时间 好 自己都可以再去算一下 好了 那下面还有一些内容 你们就可以去看 不过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 他是这一周跟上一周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一个比较 举例来说 使用者有增加了 工作阶段有增加了 然后跳出率也有增加了 工作阶段停留的时间也有增加了 好 那这点就请各位 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活跃使用者 活跃使用者的定义 应该是指说 不是只来一次 他可能来了好多次 好 那他又分 就是说 这七天来两次以上的使用者 十四天来两次以上的使用者 好 那目前现在的活跃使用者是零 好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再把下面资料去观看一下 重点 先看这一页啦 先看这一页 因为我们今天要教你 我们今天要教你 就是说 如何去画出来这样子的内容 可是我觉得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是不是要学网站分析 的一个计算或者是视觉化的呈现方式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知道一个网站最重要就是来看这个网站的人 好 所以就是使用者 第二个就是我到底哪些的网页被观看 对吧 这个叫做什么工作阶段 可以吗 好 然后剩下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些算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 请问 使用的是怎么分一个人 它是用IP吗 它是用make address 只是我们没办法去取得这个资料 如果今天用电脑跟用手机会算两个人吗 当然算两个啊 绝对算两个 两个哦 好 两个 它不管你是不是登入者 甚至 甚至哦 对不起 再借我一下 甚至哦 它最后 它还可以分析这个目标对象 你看哦 我现在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还是看目标对象好了 然后去看 使用者多层检视 好 这些客户ID 就是他去记录 这一个浏览者 他的make address 好 他记录下来咯 他给他自己取一个编号 自己取一个编号 然后 这一个编号呢 点下去 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分析说 他什么时候来 OK 那现在哦 现在就是说 这个IP不能够变来变去 什么东西不能变来变去 那就只有你的make address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what is my make address 都查得到 可是问题是我不可能一台一台去帮大家去查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析这种东西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每一台电脑都 除非你不能上网 除非你没有买网卡 所以他觉得他用这个make address 是独一无二的 来去当作是使用者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是手机 手机不是也会有一个手机的make address吗 OK 他就是在记录那个make address 所以你用手机观看 跟用电脑观看 他就会视为是两个人 这样可以了解哦 他不是用使用者账号登入 来去观看这件事 因为他要记录的不仅仅是 那个只有就是已登入的客户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就请你们去观看一下自己的首页 自己的首页咯 然后重点我真的希望你们去思考一下 它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就只有第一个使用者 第二个就是你的网页被多少人观看 好来请你们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网站 然后被多少人浏览 顺便我也去看一下你们的一个成果 这以后更多的数字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啦 为什么老师这边我都是零呢 好 这个现在因为可能还不到一周 或者是因为网路 它没有很快的去跳出来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例如说即时总览 好了 那我就用我的 我自己用手机 我自己用手机哦 然后就直接 我用手机嘛 然后直接去 透过suffer 来去找 孙再阳电脑教室 好 您看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进入到孙再阳电脑教室 然后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直接跳出来了一个 然后接下来他进入到是首页 那例如说我现在先切换 切换到这个 word文书处理好了 好 然后我顺便去播放一下 你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然后 这一个 他就是切换到 你有没有发现 请问一下哦 这样子的话 我的工作阶段算是两个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他一次呈现一个 代表说这个使用者是同一个人 好了 反正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 这样子来去观看定义 什么叫使用者 什么叫活跃使用者 什么叫做工作阶段 好 那他在算一些什么 跳出率 还有算一些网页停留的时间 像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会有经过的时间 他就开始累计 好 在这个 时间大概停留多久 这都算得出来的 好 那我想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这个 自己玩一下 检测一下 我想应该都可以得到 你满意的一个 那个情形 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透过这些资料来自己学会画这些图 然后自己学会来去分析这些资料 好 请你们自己来透过首页 而透过即时底下的总览来去观看一下 我的范例都放在这边 我的每一个课程最前面都会有类似一张的说明 然后这边我都会有写那个范例所放置的位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这个范例所在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然后范例下载 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TaiPay GOV 点XML 好 那你就可以点选 点选这个图示进行 范例档案的下载 下载好之后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一定是放在这下载里面 一定是放在这边 我是已经都下载好了 我习惯是把它在减下贴到 贴到我指定的这个路径下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下载好范例之后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开启我们的Power BI 好 那画面借我用一下咯 我们继续来去介绍那个Power BI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在我们桌面上是不是有这个Power BI Desktop 然后第一件事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范例 叫进去 透过取得资料 可以去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首页底下就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有一个方式是取得web的资料 如果说您可以直接找到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到这个资料会取得那个网址 直接把网址复制贴进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一个网址 你就把那个网址复制贴上 到时候网站上面资料如果有做更新 它这边这个重新整理 它会自动的更新 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而且这个重新整理 预设是自动的 OK 那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档案 所以我们透过首页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更多里面 我们来去找档案里面的XML 因为我给各位的是XML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找档案 用档案来开启 用档案来取得资料 随选XML 点选连接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C叠、D叠 我的资料是放在B指叠机 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以我就直接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它有XML 它的内容 它其实也是用大瓜糊的形式 来去做两层式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边有一个内容叫做Data 我们就直接选这个Data 选好这个Data之后呢 因为它资料比数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去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预览它只会呈现部分的资料 我们总共有16000多笔的资料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它只会呈现一部分的资料 让我们来去做预览 好然后在这边有三个选项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把那个预设 你比较多人会选择的那个选项变成黄色 黄色这个设定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黄色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把档案取得下来 从我的可能是BX列基 直接取得放进来到我的POW BI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做一些编辑 什么时候需要做编辑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取得那个资料 当然资料会是乱吗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编辑 都有可能 来我们直接点选再入 就把这个范例叫进来了 因为这个档案很大 连载入都需要花一段时间 好只是我稍微提醒你们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教各位从web 这边可能要等的时间 是受限于我们的网络频宽 网络速度够不够快 我会带各位来去看一点那个网络资料 但是我希望那个资料不是很大的资料 因为大数据分析 其实它分析的资料是很大的 而且会持续一直不断累积进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交取得资料是透过web来交 可能是因为那个网络的关系 所以会很慢的再入 所以我暂时不是用web的方式取得 而是用本机 所以我把它下载下来 正确或比较好的做法 应该是直接连到web上会比较好 来请你们最后做完的时候检视一下 data里面是有这些资料的 好请你们现在动作来去把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新闻公告的这个开放资料下载下来 应该是近两年 2016年好像是7月才开始的新闻公告 应该是2016年的7月到2018年到目前为止的资料 新闻公告的资料 请你们现在先把它叫进来 我刚刚因为我们下载了这个范例 我觉得多多少少你还是要对这个资料先有一些了解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视觉化分析的时候呢 无非还是要先把一些就是资料先了解分析什么 然后怎么分析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现有的栏位 有像什么部门名称 好了 那如果说以前我们在做Excel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去分析 总共有有多少个单位在里面 对不对 你可能只会分析这件事 或者是你就算出来就是说 每一个单位啊 他发文 发新闻公告 发了多少 多少笔新闻公告 好 还有像这边 这边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贴文的时间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资料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我们发文的一个 那个最多的时间 好 那还有像例如说新闻的内容 新闻内容你用Excel怎么做分析 完全不能分析对不对 可是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去分析什么 例如说透过文字探勘的方式 去看看里面什么样的词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 好 大概了解说 最近我们新闻公告是以哪一类的新闻为主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 这边是不是还有贴文的时间 贴文的时间 那有开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 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跟刚刚这个贴文 贴文的时间啊 好像你会觉得说那有重复的 但是我们因为有开始 公告开始跟公告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用公告结束 来去减公告开始 来去看一看说 他那个公告的天数 请问公告到民国200年合理吗 有些公告也许他需要 因为我后来去查看一下 有这样子的公告 不多就是了 就是他公告 公告80年 公告60年 好类似这样子的公告 那请问有没有 请问哦 有没有那个公告结束日 小于就是早于公告的发文日 既然里面有 那我们应该透过 例如说希望之积合的方式找出来 对不对 就是你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 就是说 我可以拿这些资料来去做 做所谓管理 来去做决策 来去了解哪些单位 最频繁使用这个线上的系统 好 那类似这些的事情 所以希望说我们在网站分析 就是要学这一块 所以呢 首先我想我们来去以 就是类似像刚刚那个GA的观念 我们大概先了解 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一定就是新闻公告 它的一个发生的频率 那既然算频率 我想就是时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时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你就去思考我要分析哪些事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那我准备就要八指给你们 每一个人去写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我可以分析什么 请你先写出主角 例如说像刚刚网站分析 主角就是使用者 还有网页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的主角 应该你去看哦 主角应该是什么 单位 然后呢 贴文时间 还有什么 新闻内容 对吧 好 那你到底觉得 你想要分析什么 至少能够先写出实项吧 而且 最好不要是写Excel的 最好是写大数据分析 什么叫大数据分析 就是那些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哦 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 你越了解资料 等一下你分析出来 你就会越了解我讲的这些内容 好 请你们现在观看一下 我们这个内容 在我 我看完这些资料 我会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网站的管理者 然后 接下来 我可能针对几个重要性议题 我要来去先做出来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以时间 来去观看一下好了 时间 那以贴文时间来去观看这个网站 的一个使用性 去说明这个网站是活的还是死的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点选 点选报告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用类似书纽分析 用勾选 勾选的方式来去选择 首先我们依照这个贴文时间 贴文时间 所以我们去找 他按照那个ABC的顺序来去排列了 好 所以这边由上网下去找 Poster Date Poster Date 然后接下来 我们贴是以新闻的 贴什么 贴新闻嘛 所以是以新 这个News Title 来当做是我们的一个次数的计算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 等一下 我先换一个好了 例如说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贴文的时间 我选那个 还是选这个 新闻的Title 但是请把它推到值这边 因为 因为刚刚 这两个 这两个 Poster Date 是文字 没有问题 请问 News Title 是不是也是文字 因为两个都是文字 所以它放在轴这边 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所以我才刻意把News Title 搬到值这边 它这边 它就会画出来 这边是我的时间 2015 16 17 18 然后呢 这边就会呈现变成什么 用数值的呈现方式 所以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 2015年几笔 2016年几笔 2017年几笔 好 可是 因为 我们在 做Excel 可能就只有 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算出哪一年 有几笔 好 所以 你可能就直接在 这个地方呢 显示我们的 资料 资料标签 然后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呈现 我们的值 甚至 我们可能会把 例如说 Excel 稍微 换成 黑色 然后字变大一点 我想 这是各位 应该在 Excel 里面 就很会做的事情 可是 我们在大数据分析 不仅仅是要教你 做到 这样子的图 对吧 好 我们应该 因为要去做分析 分析就是要比较 所以呢 我们可能应该 进一步的 去画出来 例如说 这边 这张图 应该会画 一 点选什么 点选 Post Date 二 请把这个 News News Title 扳到 直 这里面 直接扳到 直 这里面 好 那你看看 你要不要再把 这些标签 资料标签 打开来 然后把字 稍微变大一点 那 那它的单位呢 例如说选择 5 好 那你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以前的 easeal的做法 好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知道我做几件事哦 可是 这是easeal 对吧 OK 我们还没有结束哦 等一下我就要告诉你 那大数据分析要怎么做 好 现在呢 现在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已经用了这个轴 然后接下来用了值 来去呈现我们的资料内容 那接下来 我们可能会希望了解说 它的一个使用性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就是看连续性 看连续性的工具 所以点它 至少这边我们大概了解哦 原来2018年第一季 有一点点 第三季有一点点 可是既然是呈现连续性 我建议各位应该要包含那个 没有资料 都要留那个空间 因为你不能跳过了 跳过了一段时间 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分那个 淡季 旺季 或者是它在哪一个季节是有高频率 这样子的话 那个第二季没有出现 会让你产生 视觉 视觉的错误 什么叫视觉错误 你看这样子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差不多高 1跟2100有很大差别吗 或者是2100跟什么 2600好像差不多 那是因为我扁平化了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的一个 需要请各位稍微注意的 好 那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请问这是不是轴 轴就算没有资料 也要呈现那个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在轴里面 把这个post day 改成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 这样2018年第二季才会出现 要这样来去看 好 这样来去看的话 这样来去看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二季 对不对 这边是一二季 好 然后这边是2017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2016 这边是不是产生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我们看连续性资料 是从什么 一定是比较久的资料 看到比较近的资料 比较久远 我们一定是先讲 皇帝 夏商周 没有人从民国开始往前推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顺序颠倒 请问这个顺序颠倒怎么做 点选它 这边有一个顺序 请问是依照 我们要依照技术 依照这个技术 还是要依照年纪来去做排序 应该是年纪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 从久远开始排 排到现在 好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了什么事情 那个连续性 这样才是公正的 可以哦 连续性 2015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一直到2018年 2018年第三季 都已经有新闻公告了 好 这等一下我们再去谈 因为我们先把那个基本的 一个大数据分析 你看现在是不是跟刚刚就不太一样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动了几件事 第一个我用连续性 因为我一定要去 时间 时间一定是连续性的 分析 好 再来 所以点选它 点到季 可不可以点到月 当然可以 这就是月了 好 哪一年 哪一季 哪一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看这边 这边我们要把没有的资料照样呈现 没有的资料照样呈现是不是在轴的一个设定 所以轴第二是不是点选轴这边显示没有资料项目 第三 我要做排序 因为它预设是从2018排到2015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连选 然后排序依照什么 年 季 月 这个排序 而不是计数 而不是计数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了解连续性分析的意义 因为在这张报表 在这张报表你要去证明它是 我们可以 可以证明好 可以做很多事 因为分析嘛 我觉得至少你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检定 先不谈检定的话 至少我们有几个可以做事 管理 管理怎么做 请问管理你们要怎么做 管理 管理 这个网站呢 大概 大概 我要去做一个管理的话 如果证明这个网站是活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 一直有人在使用 所以至少 至少你要去说明这件事情 那你会怎么做 那请问一下 我的做法会变成是这样子 就是说 平均 我先算出来 平均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平均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画这条线 如果这个月有达到 或者是没达到 可以至少去说明 这件事情 这个网站还有人在看 或者还有人在贴文 好 所以呢 接下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观看一件事情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把 2016年的什么 这个第三季啊 拿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一段期间 也都拿掉 所以怎么拿掉会比较容易呢 再教各位另外一招 再教各位另外一招 这边有一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其实就是资料的筛选 点选它 然后请把这个贴文时间 poster date 勾选进去 那你就可以去设定我要的资料 其实是从2016年的第三季 好 2016年的第三季 应该是 2016斜线7月1号 开始 到什么呢 到2018年的第一季嘛 好 所以2018年的3月31号 他不理我 2018年 好 假设到这段期间 通常我这边一设定完 他应该资料就会马上变动 因为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的筛选 这边的筛选 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 好 筛选 例如说我们的那个 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在做整个页面层级 就这整个页面 那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报表层级 所谓 这个页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档案 这个报表可以想象成是 这一页叫报表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 这边的话 如果这个不行 交叉分析筛选 不行 那我们就只好做这一件事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筛选 例如说 假设我只要2016到2017 好吧 那我们就选这个筛选 视觉化层级筛选 例如说 要大于或等于 因为我刚选择的是 进阶筛选 大于或等于 2016年的7月1号 且小于或等于 2018年的1月31号 好了 哇 奇怪了 都不让我去 去改变 真的 套用了 套用了 好吧 不过你们大概 应该知道 我现在在说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去看 那个管理线能不能画 例如 例如说 我现在我想要去算出一个平均值 等一下我们再去算好了 这边 是不是800到1000 就是每一个月 大概 它的一个平均值可能落在 假设是900 900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希望呈现有一条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交过了 就是蓝位的控制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格式 第三个呢 就是去画一些特殊的线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平均线 加入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直接把所有所有 就是这些数值的平均 但是他不会以这边来去做计算 哦 对了 其实我刚刚讲错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地方针对轴做了一件事 还有印象吗 这边我是不是做了这一个 我虽然把那个筛选 我有做 我筛选是筛选内容 我筛选是筛选这些内容 可以吗 这些内容 可是请问我轴没有内容照样要呈现 因为这边的设定嘛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稍微更正 这边这个轴 假设我先 显示没有资料的内容 我先关掉 他就会 他就会怎么样 把那些没有资料全部都隐藏起来了 好 我的筛选其实可以不用做 我刚刚筛选 OK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就已经接受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他是用这个交叉分间 我其实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 那个时间轴距 对不对 你自己 可是你现在更拉拉的 会啊 会啊 例如说假设我把它更小一点 我只看这一点 他就直接跟着变 对不对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做那个 例如说 好了我们去看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差距 对不对 你直接画出这个就好了 而且他可以整个在报表里面做控制 好了 我还是要改回来 我的意思就是 请第一个点他 然后把这个poster date放进去 可是这日期你可以自由去调整 那我调整到2017年的7月1号 2016年的7月1号开始 然后按一下Enter让他做应用 他就会呈现 然后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希望你们去画一个图 画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什么 这里面 然后就画一条平均线 这个平均线可以当做是一个管理 可以去做一个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 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网站 有持续什么 不使用的可能性 可以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越来使用越少 从2017年第三季的8月开始是下滑的 而且低于平均值 低于平均的使用 而且持续跟低于 你不能说从2月开始 你不能说从第二季的Gene开始讲 你这样子讲就代表不是很公正 对吧 因为他可能这边涨了很多 就是使用的频率是很高的 那个时候我们办四大运 可是四大运一办完之后 我们在8月这边开始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低于平均值 而且现在已经1月23号了 对不对 2018年的1月 了不起只有一半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的一半 这都是可以描述的 好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这条线正不重要 重要就变成一个 你再去让 让别人了解的事情 好 那就 第一件事情 请用交叉分析筛选器 来去设定日期 设定你要观看日期 第二个 请你用 请你用这一张报表的这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应该就是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 然后去画一些线 好 前面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这张工作表应该就叫做 这个网站使用率 网站使用性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刚好我们有更新到一部分 你看哦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贴上的日期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网站 或者是修改 清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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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它是不是就恢复到全部 有资料的部分 好 那我还是稍微修 修一下好了 2016 好 接下来这边 这边往下 有一个三角形 这里面功能也不多 啦 往下的三角形 你点它 这边有一个下拉式清单 就变成你可以用勾选的方式 可是这个方式我想你绝对不喜欢 因为它是用日 它是用日来去呈现 有看到哦 那你这边可以用日期阶层 这边把这个项目变成日期阶层 你就变成用勾选的 勾选的方式 就是说 我看2017年或2016年这件事 那同时你要看2016跟2017 就要加按Ctrl鍵 请问你觉得 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设计出来的内容 会不会比较符合长官 比较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去玩你的报表 但是他可能有时候 他可以针对他要看的项目 来去做勾选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或者是你今天你设计出一个报表 你是要给使用者来使用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也不错 也不错 用下拉式选单 好 我先 我先回复一下 我先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点选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点选poster date 对 刚刚有同学犯了很多的错 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点它 会变成什么 不见了 对 不见了 他这边的意思是说 我要画另外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在这边点一下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点 点这个工具 接下来选poster date 可是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 我建议改选变成下拉式清单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它变成选日期 为什么 因为这个poster date的资料预设 是不是一笔一笔的日期 所以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怎么改 就把栏位这边改选变成日期阶层 它就变成让你可以去选 例如说2017年 它就直接呈现2017年 从那个各个月开始来去呈现 然后2016年 好 当我想要2016加2017 所以这时候Ctrl加按住 点它 还有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可不可以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可以 怎么变 那就是要靠它咯 所以点它 然后请把这个内容 请把这边内容 例如说标 标 标头吧 的字稍微变大一点 就改这一个 那 接下来标头还有什么 选取向控制 选取向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呃 单一选择 预设是单一选择 对不对 好 呃 要不要全选 打开好了 就是 多增加一个全选 多增加了一个全选 好 关掉 还有 还有 就是我的意思说 本来没有这个全选嘛 你可以点它就变成全选了 那我也可以2017年点 等一下 我先把它全不要选 选到2017 Ctrl键 然后点2016 好 再来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是 标题吧 看一下 这个字是大一点 诶 不要提 旁去哪 前面 那 那 还有一般 哦 那只剩下一般了 好 那一般里 呃外框 这是外框 嗯 橡木 橡木 哦橡木 对啦橡木 有没有 橡木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字写的小小的去考验长官的事例 对不对 这样就不对 你你 呃 或者是 你的报表 你的报表是要给那个一般使用者来去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想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它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会比较好选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控制 我们刚刚的分析仅局限于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哦 来去测这个网站 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但是我还没有教你怎么测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观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平均网站的使用啊 每个月大概是812次 这个呈现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这条线 这是平均线嘛 平均线我把这个名称感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要用颜色透明度 透明度看你要不要设深浅一点 放这位置前面 然后里面的文字我改成名称语值 它就会呈现出来 那小数位数 因为我觉得那个新闻公告应该就是用什么 用整数来去呈现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样去说明这个网站的使用性 至少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说我们大部分每个月 它都有高于平均值 可是呢在最近的四个月 居然很低 而且低于平均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网站 有逐渐下滑的使用情形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明 应该是还蛮合理 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在那个使用性探讨完毕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会去了解那个比较 OK 我现在呢我们就来去做一个跨年同期的比较 什么叫跨年 两个年2016跟2017是我们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使用的比较高的一个频率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做比较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画 用折线图来去画那个同期比较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用折线图好了 然后贴给它的是poster day poster day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要呈现的 我们把新闻的title 好 来去呈现到值这里面 它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这样子一张图 可是因为我们是要去做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1到12月它的一个使用频率 使用次数 所以我们直接透过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就是我可以往下去看 各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还有 还有什么 1月到12月它的一个使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图示 就是我们大致上了解 贴文的时间可能是以下半年高于上半年 可是这是不对的一个概念 说不定我们是从2016年7月1号以后才开始使用这个网站 对不对 当我们看一个网站如果只有两年的资料三年资料 我们应该不是要去看这种事情 所以怎么样去呈现两个年的资料 变成不同的年不同的资料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图例 好 不过我觉得你要先会画到这张图 请问会不会画折线图 我用折线图对不对 然后用贴图的日期 就是你一定要去做时间比较 我现在在做2016年的贴图的一个次数 跟2017年的贴新闻的次数 来去做比较这件事 好 所以第一 我是不是在这边我选择post date 第二我把news title放到值这边 它就变成技术 然后接下来第三我选择这一个 第四件事情最重要 怎么画出两年 那就要用这个图例 我就把post day post day放来图例 因为请问一下 这两个哪一个跟日期有关 当然是这个post day 好按住它 拖曳到图例这边 然后请把这个post day改成什么 改成日期阶层 看得懂这张图吗 这个黑色是哪一年 黑色是2016年 2016年的7月 我们还是把值呈现出来好了 方便方便去观看 2016年的几月 7月 7月300多笔 可以吗 我们是在看这个比较 我们是在看今年的贴图 跟去年的贴新闻的那个次数 来去做比较 这叫同期比较 你们常做这种比较吧 我这样说好了 请问一下 例如说假设你是那个 跟前有关系的单位 我不知道叫什么会计还是主计 就是你在省预算的时候 请问哦 你今年你提预算 一定是参考去年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来去做两年的比较 好 所以我觉得两年比较 应该是很正常 你看嘛 像刚刚我们在做网站分析 我们是不是有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较 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件事哦 请问会不会很困难 应该不会嘛 可是难的是后面的 这边只能做年的比较 剩下都必须要你自己写了 什么叫自己写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在往下推 刚刚不是看年吗 对不对 再往下推 便能看什么 日 日 看得出来吗 这个懂这个意思哦 好 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要去 筛选限制那个范围了 好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去做出年的比较 这代表什么意思 2017年 2016年一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8月是不是很高 9月也很高 10月 11 12 甚至到隔年的 12345 6 7月 就是整个一年都很好 可是从8月开始掉下来了 可以哦 你这样去说明两个季度的差异 我刚刚只是把什么 poster day 搬到这边 土力 而且请把土力改成什么 一定要改成日期阶层 那有没有月 它这边很习惯就是 我也不会把它改成月 如果要可以改成月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花很多力气去写一些函式了 好 请你们 试试看能不能做到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 这叫同期比较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之后呢 大概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哦 这是一个同期比较 其实 应该还是要把一些 就是为了大家检阅方便哦 我还是要把它就是说 例如说 我的一些X轴呢 稍微字变大一点 方便别人来去检阅 还有Y轴变大一点 好 那这个标签也可以哦 这个标签 标签在哪里 资料标签 然后把这个值设大一点 好 这样子的话 好 我想别人去看 应该会看到很清楚 那你会说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这边230 这是2018年的1月 2018年的1月 好 呈现在这个地方 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哦 我们分析 分析 因为我们强调应该是网站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 从这边去了解 在同期比较 我们这边 这几个月是下滑的 去说明这件事 刚刚这边网站使用 你可以去说明说 这几个月是低的 对不对 这几个月低于平均 然后接下来的同期比较 你可以发现哦 因为他居然是跟上一年来去做比较 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请问一下公司营业 公司的营运应该以永续发展为主 永续发展一定是要持续不断的 营业额是上升 获利也是上升 才能达到永续 那一个网站 你不是为了要去做到那个没人看的目标 应该是要做到越多人来观看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呈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可以让别人知道 这几个月还有很明显的一个下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 有没有可能做到所谓的趋势 趋势 所谓趋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来去画这个网站的使用 所以这个直条图 所以我先选 我开了一个新的新的视觉图 然后接下来我点选空白的地方 然后再选这个直条图 我去做贴上日期 以及什么 这个叫做 news title 把news title放到直这边 好 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来去画趋势线 这样子好不好 应该不好 好 我们如果往下 再往下 好 这是1月到12月 去画这种线也不是很好 好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看连续性 看连续性 那你觉得这样子来去看比较好 还是这样子来去看连续性比较好 你觉得是以既得角度 这是不是既得角度来去看连续性 这样子来去看连续性比较好 还是 但是 月的角度来去看连续性比较好 原因是什么 我再把题目重新讲一次 请问这张图应该会画吗 因为我现在要讲的是趋势 我们从这个网站 我们来去看这个网站 贴图的时间 然后来去看这些新闻公告的使用 好 那我们现在是用既得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可不可以用月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可以吗 那你觉得应该用既得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还是月的角度来去看它的趋势 这件事 趋势知道吗 好 如果我们用既得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现在既所收集到的资料只有 123456 只有6笔资料 那如果我今天是用月的角度来去看 它收集到的资料是不是比较多 虽然不到30 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可能会比较精确一点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直接问 直接问哦 好 我问三个人 跟问30个人 我做完问 我做完问卷得到的答案 哪一个会比较接近40 我想应该是30个人 所以你在画趋势线的时候 建议不应该是以比较少的那个数字 来去做趋势分析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做什么 去选择多一点的 选择多一点 好 那接下来大概依我刚刚所讲的内容 知道说可能我们要选到 例如说30期来去做趋势分析 了解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什么 常数线 好吧 那我先把这个资料改成折线图好了 折线图 事实上 事实上应该 直条图也可以画趋势线才对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画趋势线 有看到趋势线吗 趋势线 加入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它画出来的线居然是长这样子的 你觉得 对吗 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太多是零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部分拿掉 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真的 真的我们来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把这边顶一下 资料筛选 改 稍微注意一下 我用 poster day 改成清单的方式 然后我用 日期阶层 来去呈现 我只要2016 跟2017 那这个地方可能 这边2016的前几期还要删掉 应该是从2016的几月开始 可能应该是从第三季这个地方开始嘛 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报表 可能我在这个地方 那个年 年 我要选 大于或 等于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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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越 越 越选择 对不起 因为这边的话 它分开来 分开来 那我应该 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应该 等下 这边删掉 我的一个筛选 应该是进阶筛选 大于或 小于 一个日期 2016 年 7月1号 可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变成 我的筛选 就不可以用 它没有日期的方式 奇怪 这个趋势为什么画出来 是这样 由低 往高 主要就是这边 比如说 好了 你看 我看2017年 2017年有看到吗 它严重是下滑的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还是必须要过滤掉 那个错误的资料 好吧 那我就只好 只好不要用清单 我用 不是用清单的方式 用类别 等一下 这边选 用poster date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用 2016年7月1号 到2018年的 2018年的1月31号 有看到现在我所设定的一个情形 它就变成一个往下 往下降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说你要更精确的话 那我们假设是从8月份开始好了 8月 然后到 例如说2017年的12月31号 好 另外发现这个下降 而且这个下降的一个率 下降这个率 对于我们就是来去关心说这个网站分析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好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 就是这张报表 当我们在做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很关心如何画出来这条线 所以是用这个方式 这里面趋势线 然后就可以了解 我们的网站实际在使用的 文运过程中 然后发现它是下降的趋势 怎么下降 这边是不是有呈现出来 好 第一 画这张图 这张图会画吗 好吧 谢谢 你看我先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第一我是要先画出来那张图 好 那怎么画就是网站的使用 所以我用贴图的时间 然后以及这个新闻 news title 直接放到这个值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是要用折线图来去呈现 折线图 好 再来就是 我 应该是用连续性的方式来去看这件事 所以这边是看记 再点一下 是不是看年 月 所以在这边 画好了 轴跟直 接下来呢 我们 变成折线图 呈现成这个样子 我用的是这个连续资料 连续资料 可是呢 这前面会大幅度的影响 因为 因为你去看嘛 这边前面是不是有一半 都是很低很低的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半 是不是很高很高 它就像画出来 这样子一个趋次线 所以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前面 这个没有使用的频率拿掉 这边没有使用的拿掉 所以我们就用这边这个工具 交叉分析筛选器 点 post today 然后接下来 设定 设定我的日期 2016年的7月1号 到2017年的12月31号 然后记得 按一下 int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就要去画出来这个趋次线 怎么画这个趋次线 所以我要点回来 这张报表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个图示 然后请点趋次线 趋次线 趋次线点 加入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画出这个趋次线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啦 我把这个 7月 例如说从8月1号开始来 你看 这个斜率会更斜 好 例如说8月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可以吗 因为 主要是这边的值得变动 这边值得变动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人家说资料科学家 其中包含你去做这个大数据分析 未来就是可以让别人 怎么看这张报表 请问 如果你是 这个股市分析 看到一个股票从1100跌到700的这张图 跟什么 我回到刚刚那一页 就是 这个 这个斜线嘛 你有没有感觉 这边是不是 还好吧 可是这边呢 天哪 赶快卖吧 对不对 这都是 制造假象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所以请你 透过它 来去加趋势线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因为真的很多同学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这边没有趋势线 好 为什么没有趋势线呢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我看到最多同学没有趋势线的原因是因为说 他把这个news title放在这个轴这边 这个画出来的线跟我的线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首先这里面有日期 这个轴里面是不是有日期 还有什么news title 所以他就画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边 没有 趋势线 好 你先知道一下这件事 那为什么没有趋势线 因为这边 轴有两个 因为这边 轴有两个 他不晓得要以哪一个为主 所以把这边 关掉 这是刚刚同学 比较多 没有办法去画 对不起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看到趋势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第二个同学 他是这样子的情形 他在这边做的时候 他不是看连续性 他是看季节性 季节性 就是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 好 我先把我的趋势线先关掉 好 他是用这种方式去看 请问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趋势线 也不会有 因为他不是连续性 连续性才有趋势线 连续性才必须要看趋势线 因为这已经片段化了 对不对 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包含 2016年的1月 2017年的1月 2018年的1月 所以这样子的趋势其实是不对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就把它还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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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用连续性 可以哦 因为我觉得先学会画图 先学会画图 然后你到时候 到时候至少可以看完这些很基本的事情 可以吗 所以趋势线 刚刚同学遇到的问题 大概就这两个 好 当然 都没有人要问我说 请问这个公式怎么算 我只是希望你们拉回来一点点国中的记忆 这个叫拮据 就是AX加B Y等于AX加B 那个A就是邪律 邪律 然后 B就是拮据 拮据 拮据 那邪律公司还记得吗 Google大神也查得到 可以哦 所以也不要问我 那请问一下 你有了这个邪律 你知道 你是不是可以预测 2018年的第一季会怎么样 大概到这边 对不对 因为这邪律 这个邪线 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告诉我的 所以 2018年的 1月 2018年的 1月 然后 大概是 700 多少 740次的浏览量 或者是 贴 新闻公告的 频率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因为通常你要去预测这件事 接下来 我想 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个趋势介绍到这里 这叫做 贴文趋势 除了趋势我们必须要知道 你看哦 我们一路教你 我们一路教你的这些 这些辅助线可以做管理 这个绝对可以做管理哦 例如说 你可不可以再设一个 可不可以设 目标 目标 就是我每个月我预计达成 900这个目标 可以吗 我是不可以 透过这个工具 加一个常数线 然后 告诉他说 这个常数线叫做 目标 可以哦 所以我想这我就不交了 因为这个 绝对可以做管理 还有 因为我现在讲完管理 我接下来就要教你 集合 你 你 你希望能够找出来 这个网站里面有些 不合逻辑的贴文 可以吗 这 集合的观念一定要加进去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做过同期的比较 可以让你再一次的说明 这个网站到底是活的 还是 死的 再来贴文趋势 贴文趋势 贴文趋势 就是透过趋势分析 了解他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那 请问 请问 我刚刚说了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希望他预测出来 未来一月是多少 二月是多少的使用性 希望吧 我请问一下 假如你今天 你知道 就是你收集二十年股票交易的资料 假设你锁定中刚 然后呢 你现在又具有一个能力 可以预测 明天中刚的股价是多少 后天中刚股价是多少 预测 而且还很准 请问你还要做公务人员吗 他不要了 就不要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 等一下就马上教你 真的 真的 所以你觉得那个预测 是不是比趋势更重要 因为 真的大数据分析 我们一定要学到那个层级 可是 预测有很多方法 我们只能教你 他做好的 内定的一个方法 可是 还有很多 我跟你讲 研究那个股市分析的 那个 操盘手 他要是真的 从中赚到钱的话 他还何必去 去 当那个 上班做那个操盘手 可是 我只是单纯讲那个 研究 跟分析 这一段 请问 大数据分析 还有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预测 下一期 即将发生的这一期的数值是多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你们一定要会 好 对不起 请问一下 以前我们在做e sale 有没有使用过一个 procast的函数 它就是预测 可是一般都不做 可以了解吗 我说e sale就可以做了 可是 大家都没有去做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 我一样开一个新的 你看哦 光是一个时间 时间 我就觉得 你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做出很多 GA 他做不到的 首先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个 一样用折线图 我新开了一张工作表 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我点post day 一样需要用连续信 才能做 比较合理的预测 然后 接下来 我点的是 这个 news title 不是点他哦 点他 就 跑来这边了 要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到值这边 好 那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一样 我可能透过这个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来去 这边点一下 点这个工具 然后点选 post day 我先设定好 我把前面那些 没有的资料 全部都清掉 比如说 我从那个 2016年的7月 好 所以我现在资料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前面资料 我通通不去看 然后 接下来 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呢 我现在去画我的预测 预测 预测 它叫做趋势预测 好 那 我建议各位 这个结束点 也不要设到 因为有资料 因为它有一笔资料 那个outlier 应该是属于离群值 而且 现在才2018年1月23号 为什么会有2018年 那个 这边有一笔资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应该要视为不存在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 我们只做到1月30号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先设范围 直到这个范围 好 那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趋势 预测 点它 好 这边要好好听 因为这几个 这几个 你都必须要会 首先 第一个 我要加入 加入一个趋势线 那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绝对是要预测出来的值 这是要预测出来的值 有看到吗 因为我这边用的单位是 月 这是 2016年第三季的 7月 8月 9月 好 所以这后面也都是月 也就是说 这是2018年 季度1的 1月 2月 3月 好 有看到吗 每个数值 每个数值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数值 好 那接下来 这个叫什么 这叫信赖区间 反正信赖区间 你也忘记了 就是 95信赖区间 是真的很重要的 在那个 95范围之外 我们可以做是否虚无假设的一个判断 要接受或不要接受 应该不是说 要不要接受 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接受 或者是无法拒绝 这比较合理一点 好 因为接受跟拒绝 其实有四个 四个相像 来去做说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灰色 就是 在这个范围 我可能还会相信 举例来说 这个就是信赖区间 好 那你看 假设 经过我网站 原本前面是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经营之神 经营网站之神 来去做管理 说不定他的职会落到这个地方 就是很会管理网站的人 好 可是呢 可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问 贴公告 了不起就是 没有贴嘛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个 好 我只能这样告诉各位说 这只是他用图示 视觉化分析 告诉我们的一个观测的结果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预测几期 这边 预测几期 我建议各位 例如说我们来看预测三期 三期 这个期就是 这个点就是月的意思 好 然后这边套用 就是我们只看三个月的变化 会比较准 因为你想 当我从过往资料来去分析 下一期 我觉得这个下一期 可能会比较准一点 那再下一期呢 稍微开始不准了 再下一期更不准了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情形 好 所以呢 不要预测太多期 再来 那不要略过最后一个期 最后一个期 是不是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 那个最后一期 可能那个 我们以月为单位 可是一月还没有结束啊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预测 我觉得会不好 就好是从这个地方预测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是7月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8月1号开始 好吧 8月1号 从这个地方开始预测到什么时候 这一期我不要算 所以这期不算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请把略过最后一个点 就是一个月 然后套用 它是不是就不算这一期了 它是不是就不算这一期了 可以吗 然后 你觉不觉得 它在这边 它在这边的一个算法 这个点是12月31号 就是2017年第四季 12月的那一个浏览次数 这个是2018年1月 你觉得这个值比较准 还是刚刚在这边的值比较准 应该是这个值 对不对 我觉得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都已经23号了 可是还在这么低 200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告诉你 讨计上的 讨计上的结果 跟事实的结果 这边是不是就会形成 你必须要去做检定 可以了解 就是说 到底哪一个 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好 请用该门参考一下 因为这边又有 行一的错误跟行二的错误 不晓得你们有兴趣 再继续学吗 好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用 这些都有特殊意义的 那再来 这边是有一个95信赖区间 还有季节性 季节性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分析 它就是这样子一波 这样子又一波 有看到哦 好像就是六个月吧 或者是几个月 假设我现在我先把季节性改成六个月 去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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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刚刚来的更精准 你觉得 你觉不觉得 你觉不觉得 很有可能 呃 什么叫比较精准 你看哦 我 2018年1月 已经掉到这边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刚刚没有季节性的话 它是怎么样 它是平的 对吧 可是现在是不是有往下降 代表我觉得 它比较接近40 这就叫比较精准 可以吗 好 那季节性我们再设高一点好了 例如说 它是 呃 因为1月 好像前半年会比较高 然后慢慢往下降 好 那假设我们设得到 9个月好了 然后点选套用 有看到吗 9个月 它可能是以这9个月 来去看 好 那疊久它反而就生了 所以代表这个季节性可能也不对 12个月呢 有看到吗 它会认为 它会认为就是说 你看哦 如果这 12个月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的话 它会认为说 你应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年的一个就是说 呃 变化 那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它就应该跌 跌升反弹 对吧 跌很多很多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反弹 然后往上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现在我所说的意思哦 看你要不要去玩一下这个季节性 可是至少 至少我觉得它应该不是12 我觉得6会比较接近 6会比较接近 好 那 记得要点这个套用哦 这就叫做趋势预测 而且重点 重点 你是不是希望说把那个值都呈现出来 值 好 那这个值呢 没办法呈现 但是你游标移到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趋势预测1669 这个代表意思就是2018年的1月 2018年的2月 2018年的3月 他这边预测是说2018年的3月 这个使用率会 就是止跌回升 也只有到这个地方而已 可以了解哦 这比刚刚来的好的地方 他把那个数值都告诉你了 好 可惜没有卡方检定 就是 如果说你可以再算出来卡方检定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说会比较 具有说服力 因为我用了统计检定里面 卡方检定 然后得到 什么 例如说 无法拒绝虚无假设 然后那个 服从了我们的统计原则 你这样说起来会比较专业一点 好 那我想我们就 我快速的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我多做了这件事 跟刚刚这边的比较 贴文趋势 我只是多做了这件事 可记得範围要选正确 範围选正确 可以选到1月31 因为以月为单位的话 那我在这个地方 只要再略过最后一个点就好了 他就用这边来去做趋势 趋势的预测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趋势预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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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